王爷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才是王爷的王妃啊 狐狸精 你是什么身份 竟然敢在这个时候美活王爷 上官月他表里不一 他就是个阴险的贱人 王爷怎能娶他做侧妃 论阴险无人能比得上 谢遥 你让本王恶心至极 月儿天性善良温柔 岂是你三言两语可以污蔑的 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让王妃如此厌恶我 我与王爷几年前就已经相识 我求求王妃了 不要坏我的名声刻号 上官月 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在本王面前竟敢如此嚣张跋扈 月儿的名声 岂是你想破坏就能破坏的 无人发现此时的谢遥已经没了呼吸 怎么回事 他不是应该在前去插国的私人飞机上吗 难道 来不及想太多 因为有无数不属于他的记忆 一瞬间全部涌入了脑海中 谢遥无比震惊 他竟然穿越了 从今日起离郡儿远渊的 说是让本王知道你胆敢伤害他 本王今日就休了你 王爷 快命人去找大夫前来吧 姐姐看上去伤得很严重 不劳你担忧了 再废话下去 良辰几日都错过了 我祝你们夫唱夫随 白头偕老 再加上一句 祸害彼此 来人 将王妃送回院子 不可随意走动 没有本王和侧妃的吩咐 王妃不可离开院子半步 奉劝一句 三天之内最好不要行人事 否则 有可能你今后都不能人到 王爷 王妃口不择言 千万不要怪罪他 他的话本王听了只会恶心 王妃 奴婢无能 奴婢找到现在 也没有带夫来王府 奴婢还是回去找大将军吧 不用了 王妃醒了 嗯 醒了 太好了 奴婢担心死了 不必担忧 去准备晚膳 啊 好 奴婢马上去 谢瑶看着子晴离去的背影陷入沉思 为自己诊脉 片刻后冷笑 果然是被人下毒了 王爷 月儿为您宽衣 如何 好 为何父母会猛然一阵死痛 这本就是不可能之事 难道 今晚的恶福说中了 王爷 你今日也累了 先休息吧 那有事就快说吧 说完就回去 我也累了 要尽早休息 大胆恶父 你就不怕因此事连累了将军府 王爷怕不是被什么冲上了脑袋 我身体不适 王爷请回吧 莫跟本王装想 把解药拿出来 王爷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什么解药啊 我从将军府出来只带了些糕点 王爷要不要来一块 说 你在本王身上动了什么手脚 别以为有将军府给你撑药 本王就不敢动你 解药明显感觉越发的呼吸困难了 手中簪子调转方向 果断刺向楚涵 楚涵没想到解药竟然敢反抗 被刺中后浑身乏力 直接就软了下去 直到天色快亮的时候 地上的一道人影才重新站起来 啪 完了 解药睡得沉 听见声音立刻坐了起来 王爷息怒 怒火攻心容易就急复发的 说来也奇怪 昨晚他退开楚涵衣裤的时候 发现手头没有针灸用的针 刚要给楚涵再把衣服合上 余光刚好发现 角落里躺着一盒针灸用针 王爷 该入宫了 王爷不多留一会儿吗 吐寒毫无停顿 黑毛冰冷而幽深 那些银针竟真的将他治愈了 昨夜的隐隐作痛 已经消失不见 谢瑶坐在屋里 看着自己左手的无名指出神 哪来的一个戒指 昨天还没有 王妃可是起身了 妹妹来给王妃请安 侧妃请回吧 王爷昨夜留下过夜 王妃有些劳累 不见客了 刚好妹妹知晓几个补身的方法 让王妃选一选 要好尽快恢复身子 让她进来吧 我教教她如何讨王爷欢心 以免日后大半夜的 再把王爷气走了 王妃怎么采用早膳 王爷最不喜欢人懒散 快快将这些都撤下去吧 若被王爷见了 必定震怒 王爷说了 就是喜欢看我懒散的样子 就是喜欢看我懒散的样子 胡说八道 王爷向来自律 对身边人也是如此要求 绝无例外 王爷有多讨厌你 昨天给你几个耳光 还不够清楚吗 我爱意识分不清好坏 后来凡然醒悟了 发现我国色天香 岂是你这种 庸之俗粉的人能比的 谢遥 这正非之位你是如何坐上的 京城上下无人不知 王爷只要提到你的名字 就厌恶至极 男人嘴上说厌恶 实际上就是喜爱到骨子里 不然 昨夜也不会把你扔下 来我这儿了 谢遥 你何必厚颜无耻 你敢打我 上官月 不想死就滚远点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对我下过毒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虽然已经请过安了 我还有事 慢着 你要干什么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日后不要再过来恶心我 否则 我一定会让你明白 招惹我的下场 王妃 是管家云伯被府里的马踩踏 怕是活不过今晚了 云伯的伤势很严重 奴婢也不知 刚才是几个侍卫七手八脚的 刚把云伯抬回去 等着御医来呢 谢遥无语 骨折罪即会挪动 那几个侍卫是先云伯死的慢了吗 快带我去看看 太严重了 节哀顺变吧 伤者伤势过重 我的建议是 尽早准备后事 别等人死了再筹划 太过仓促 不是 爷爷 求您再救救我父亲吧 如此严重的伤势 连神仙下 咱也救不了你父亲 你是要败坏老夫的名望吗 王妃怎么在这里 谢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 你一个下人 看见我却不行礼 你家侧妃就是这么教你的 区区一个下人 想爬到我的头上 奴婢见过王妃 谢遥挑了下眉 静止往里走 王妃要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王妃 我爹伤得严重 王妃千万不要再打扰她 治病 谢遥 你滚出来 你要干什么 不容易碰我封锦 韩王妃也会医疏 子灵 快 快去请侧妃来 如今王爷不在府中 只能请侧妃来主持公道了 子灵点头 云伯肋骨骨折位移严重 必须手术复位 就在旁边的桌子上 有一整套的手术用具和用药 是那枚偶尔会消失的戒指 云伯 一会儿我会给你打一针 很快就不会觉得疼了 放松就好 谢遥 有什么仇你冲我来 我负许若有三长两短 我拼了性命 也不会放过你的 屋里 谢遥全神贯注 不光是额头 前胸后背都已经被汗水完全浸湿了 人还在里面 王爷 这王爷救救父亲 来人 转门 屋内 善权用尽平生最快的速度冲到床边 一把将阴在床头的谢遥推了出去 父亲 父亲 你个恶父 你究竟对我父亲做了什么 毒妇 本王知晓你嚣张跋扈 却没想到你竟连云伯也不放过 来人 把他拖下去 杖则五十 父亲 父亲你醒了 父亲 是 王妃都对您做了什么残忍的事情 您都可以说出来 王爷就在这里 一定会给您做主的 王妃不是害我 她是在救我 父亲 你莫不是病糊涂了 是她刚刚要让您伤伤加伤 你怎么还帮她说话呢 云伯缓缓摇了摇头 看向谢遥的方向 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 她实在虚弱地说不出话了 就算云伯能说 谢遥也听不到 因为她已经累得睡着了 王妃请留步 谁让你们站在这里的 王爷有令 王妃禁足期间不得擅自离开 命人将善权带来 卑职有命在身 不可煽动 那我亲自去找她 王妃留步 云伯病重 欲欲说活不过今日 善权一直在旁守着 如果王妃还有侧隐之心 还请明日再传善权吧 我没有侧隐之心 我现在必须要见她 两名侍卫很为难 但还是让其中一名侍卫去了 王妃若要为难我 请尽快说 我还要回去照看父亲 你 上前来 王妃有话快说 这儿 可是你打的 正是 她是 善权无惧 点头 啪 谢遥猛的一个耳光 打了善权一个措手不紧 王妃莫要欺人太甚 她是犯了错误 她是我的人 即便有天大的错 也轮不到你来罚 你父亲情况如何 善王妃失望了 父亲很好 不仅病情大要好转 而且上午还胃口大开得进食了 王爷已经安排了大夫 时刻盯着父亲的状况 午餐都吃什么了 父亲胃口很好 吃了很多 不老王妃记过 如果无事 北纸告退了 带我过去 王妃不必再装好心 若真是良心发泄 安分地留在福云轩就好 如果想云伯康复 就按照这上面的去做 云伯的恢复期很关键 这上面 有所有需要注意的事情 一样也不可忽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有劳王妃费心 父亲有大夫召看 一定不会出事 王爷 月儿累了 早些歇息吧 好 月儿给您宽衣 却忽然腹痛难忍 让她动作一顿 咕噜噜 肚子叫了一声 王爷不准笑月儿 月儿是因为有王爷陪伴 不小心吃得多了些 无妨 是你胃口太小了 吃一些就觉得多 咕噜噜 肚子又叫 月儿 王爷还请等月儿片刻 月儿腹痛不适 去去就回 王爷 外面好冷啊 月儿 月儿在 上官月听得心头一颤 连忙把笑容挂在脸上 虚语尾仪 腹痛比之前减弱不少 应该来得及 扑 就在上官月决定使出浑身解数 准备速战速决之时 一个屁终于闷忍住放了出来 王爷息怒 月儿今晚浮痛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还请王爷不要怪罪月儿 无妨 王爷 上官月见楚寒捂着鼻子的动作 脸色更红 你许是吃坏了东西 今晚就早些休息吧 刚好本王爷累了 侧妃 王爷怎么走了 立刻去查 今晚是谁给我下了毒 侧妃中毒了 快去 上官月脸色再变 连忙捂着肚子飞奔而去 害她在王爷面前出丑 她一定要把人给揪出来 王妃不要再说气话了 一切都是月儿不好 王妃要给月儿下毒 下便是 月儿无眠几夜也无妨 只求王妃 千万不要将今日的事情 告知将军府 月儿求王妃了 我连她的毒都不卸下 何况是你 你一个区区尚书之女 我要杀便杀了 还用得着下毒 本王警告你 不准伤害月儿 不然本王绝不侵入我 这话 王爷应该跟你的侧妃说 如果她控制不住来找我麻烦 我也没办法控制住我自己 到了该用早膳的时间了 王爷可要留下和我一起用膳 不受妇道 这味道很香 是从何处传来 刚刚王妃说要用早膳 应该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味道吧 王妃 王爷又回来了 谢瑶不耐地皱了皱眉 继续揉面 王爷可是回来 与我共进早膳了 这些 是从何处买来的 启禀王爷 这些饭菜都是王妃昨晚所做 并非外面买来 王爷心胸宽广 并不介意府中人在外采买饭菜 但王爷最不喜人说谎 王妃不必隐瞒王爷的 谢瑶一直没说话 手上动作也一直没停 楚寒也不知在想什么 竟也没离开的意思 汤包已经蒸好了 掀开笼屉 一股蒸汽四散开来的同时 一股浓郁的香气也冲了出来 谢瑶正往外拿包子 余光扫尽楚寒 竟有朝这边靠过来的意思 眸光一动 可能是起得太早了 就染上了点风寒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是云伯 他忽然高烧不退 王妃请留步 云伯发烧了 我去看看 云伯其人自有天象 已经撑过了昨日 请王妃放过云伯 告诉善全 如果大夫无法处置 一定要来见我 王妃放心吧 有大夫在 怎么可能有问题 公子尽早准备吧 应尊伤口已经出现溃烂 且高烧不退 脉搏是虚弱无力 就算是神医下坟 也无力回天了 弥大夫 您再帮忙看一看吧 昨日不是也说我父亲挺不过去 可还是挺过来了 节哀顺变吧 神区安快进屋 云伯醒了 要见你 父亲不必担心 我已命令去叫大夫了 您很快就会有好转的 不必伤心 生老病死 是任何人都 都无法抗拒的事情 我只不过 是先走一步而已 倒是你 父亲放心 我一定会给您报仇的 不管那个恶父有什么身份 你个灭章 万万不可 若非王妃为我医治 我怕是昨天就已经死了 你成为王府管家后 要懂得对王妃感恩 他救了你 这怎么可能啊 云伯知道 单全不信 便把当时的情况 简要说了一遍 单全听完心头一震 立刻起身往外面跑去 父亲放心 我一定把王妃给您请来 就算是用跪的 我也把他给求来 王妃 被之知错了 是被之错怪了您 还请您大人大量 救救我父亲吧 云伯怎么了 父亲高烧不退 起伤口溃烂 脉搏虚弱 大夫说过不了今晚了 走 带我去 王妃请留 我父亲病重 急需王妃过去 还请二位高抬贵手 还请王妃快去快回 出去 在外面等我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能进来 即便是王爷也不行 否则后果自负 这 被之知到了 他先给云伯服下退烧药 然后打了一针抗生素和麻醉剂 开始轻创 没想到王妃如此大胆 侧妃 需要奴婢再入宫一趟 将此事禀报给王爷吗 王爷公务繁忙 不要因为这种小事 去打扰王爷 王妃做事有分寸的 我们不必插手 那扇权那边 你过去一趟 安慰一下扇权 顺便劝一句 不听便罢 云伯吃什么吐什么 就是因为之前手术完毕 没有来得及排气就进食 导致的肠梗阻 不过不严重 无需再次手术治疗 不只好胃管 他又取了一袋生理盐水 给云伯静脉输液 这几日 云伯不能进食任何东西 连水都不能喝 除了用膳的时候 其他时间我偶尔也会过来 我父亲什么时候能醒来 少则两刻钟 多则小半个时辰 王妃 您可算回来了 有人在屋里等您呢 不见 不管他是谁 让他回去等着 妹妹成了王妃 连我这个哥哥都聚而不见了 哥 你怎么回来了 直到你大婚 本打算回来参加你的婚事 结果陆遇暴雨 耽搁了 无妨 现在回来也一样 哥 我们进屋了 子晴 去稀查 家人的感觉如何 如果有人欺负你 就告诉我 我帮你 等我解决不了了 一定会找你的 楚涵在哪 带我过去 你只管跟在我身后就好 谢文武直呼其名 起身就要往外走 周身杀气轰然爆发 文若书生摇生一变 成了阎王判官 他一把拉住谢文武的肩头 轻轻一笑 刚要说话 却见谢文武身体一僵 手上一片湿漉漉的感觉 说回来一看 手上竟沾满了血迹 干了 目光沉宁 眉头紧皱 一处之下 便有如此多的血迹 伤口必然不小 若是处置不当 造成感染 危及生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受了这么重的伤 想的却是为他报仇 无碍 坐下 请御医看过了 无碍的 你中毒了 你能忍住疼吗 疼谢倒是无妨 但得有人跟我对弈 分散一下注意力 你自己跟自己下巴 立即拿起手术刀 开始刮骨 刮骨手术他也做过不少 不打麻药的倒是第一份 谢文武浑身一僵 脸色瞬间惨白 但一声没坑 当谢遥给谢文武刮完骨 在将伤口处理完毕的时候 已经累得快要虚脱了 去休息吧 谢遥是真的累了 点了点头就去床上躺着了 子强 我饿了 哥 你还没走啊 你的医术是失踪何人呢 是我自己琢磨的 厉害吧 我必敷衍我 若别人问你 你要怎么解释 切记 说我绝对的把握 你的医术 不可轻易示人 让我看看你体内毒素 是否清理干净 谢文武的毒都在骨头上 既然已经处理完毕 自然是清理干净了 但是 随着脉搏跳动 他的眉头渐渐皱紧 毒素还在 而且比刮掉的要强剩数倍 你中毒了 慢性毒 具体是什么 暂时无法得知 此事不可告诉任何人 是皇家 不可妄言 这些话不可对第三个人说起 不然会迎来杀神之祸 谢将军何时来到我的韩王府 本王尽不知晓 谁又不见 韩王看上去似乎有些憔悴 新婚燕儿 还是要适度的好 见过谢将军 谢将军带伤归来 不在府中养伤 来我韩王府所为何事 自然是替我妹妹讨个公道 本王与王妃如何 是本王的家事 无需外人插手 我只知谢瑶是我妹妹 不论是谁要欺负她 我都不会姑息 今日是王爷大婚第三日 三招回门 还请王爷准备好东西 跟我一起回一趟将军府吧 谢将军说得在里 我这就去帮王爷安排 韩王 你这样未免也太穷酸了些 让将军见笑了 王爷向来节俭 又对吓人慷慨 所以 哥 别吓到侧妃 王爷对他很好 还给他准备了丰厚的回门礼 韩王 你这是要宠妾灭妻吗 无妨 去把给侧妃的回门礼取来 是 既然如此 侧妃的回门礼 就用赦妹的吧 该死的谢瑶 为什么老天对谢瑶那么好 要让谢瑶有一个如此宠爱她的哥哥 见过韩王 韩王妃 免礼 女儿见过夫妻 快起来 不必多礼 瑶儿又漂亮了 快过来 让微娘的仔细看看 这是给您准备的 有养颜之效 瑶儿就是孝顺 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 谢瑶 你在韩王府是不是不受宠啊 怎么拿回来送人的东西如此寒酸 这么好奇我在韩王府受不受宠 去问韩王就会知晓答 你 谢瑶 我姐平日里在将军府性子有些骄纵 还望王爷不要怪罪 王爷喜欢的 就是我与众不同的骄纵 见过父亲 王爷 晚膳已经备下 还请王爷入席用膳吧 本王还有要事未曾处理 不能在将军府过夜 谢将军见谅 韩王如此着急 真的是因为公务吗 放肆 王爷繁忙 自然是公务要紧 无碍 王妃请留步 老将军身体欠佳 不见客 李伯 祖父还在生我的气呢 这两日都不能替您的名字 一提老将军就生气 最近身体又不好 莫离 啊 末将在 让闲杂人等远离 我要睡了 是 祖父还没用晚膳吧 送客 莫离 你再不把人送走 我打断你的狗腿 王妃 你还是回去吧 李伯 还请告知 祖父是否用过晚膳 御医来看过了 说建议饮食清淡些 结果这几日都是青州小菜 老将军吃不到肉 气得干脆就绝食了 今日刚开始绝食 是啊 谢瑶唇角微勾 有办法了 回头吩咐子晴去准备些东西 王妃 您是要烤鸡 什么味道这么香 祖父啊 孙女知错了 只怪孙女一时糊涂 做了鲁莽之事 还请祖父不要再生孙女的气了 王妃 使不得 即便是要跪也去屋里跪啊 在这里 老将军如何能看到啊 我跪 并非是为了祖父看到 而是让我自己清楚 当初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 哼 好一个为了让自己清楚 起来吧 多谢祖父 你这烤鸡的手艺是跟谁学的 闻起来还挺香 要烤多久 祖父稍安无躁 稍等一会儿就好了 不过在此之前 孙女得给您整一整脉 万一您吃了孙女的烤鸡出了问题 孙女可担待不起啊 你何时又学会了枕脉 这几日在王府学着玩的 学着玩 拿我练手来了 嗯 没问题 您呀可以吃烤鸡了 不过要适度 不可多吃 祖父竟然也中毒了 祖父 吃了这个 就不要生孙女的气了吧 卓儿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母亲 谢瑶金人应该会回韩王府吧 我想一同前去韩王府看看 我想要去做客 谢瑶没理由拒绝的 不可 为什么 现在谢瑶根本不受宠 我过去不是刚刚好吗 何止是谢瑶不受宠 韩王已经恨上咱们将军府了 此事不可再提 微娘可以跟你保证 一定会把你送进韩王府 但不是现在 你的年纪还小 不必着急 我能不急吗 父亲已经在给我挑选夫婿了 老爷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都给你选了谁 我也不知道都有谁 不过都是戍边的将领 真跟了他们成亲 女儿可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放心 微娘不会让你远嫁的 当初微娘一时疏忽 让谢瑶挫驾进了韩王府 这一次定然不会再失误 那女儿回去再睡一会儿 你来得正好 进来吧 给你换药 怎么了 昨晚没睡好 父亲似乎也中毒了 谢瑶换药的手一抖 然后继续 能确定吗 谢文武摇头 沉寂的毛子里 封印着翻滚的煞气 你找机会给父亲诊脉查看一下 昨晚父亲叫我过去的时候 我只是发现父亲的一些症状 跟我极为相似 我一会儿去给父亲请安时 顺便找个理由诊脉 对了 你的伤势如何说的 我就说 在去韩王府的路上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大夫 反正也只能断臂报名 别让对方试了一试 结果真治好了 女儿见过父亲 给父亲请安 快起身吧 你如今是王妃 身份不同以往了 即便是回了将军府 要多加小心注意才是 嗯 父亲教训的是 昨天夜里 你给你祖父吃烤鸡了 我给祖父诊脉 见祖父身体不错 便自作主张给祖父吃了烤鸡 还请父亲责罚 你还会诊脉 这几日无聊 在王府学的 我给父亲也诊诊脉吧 好 那你便来看看 为父的身体 比你祖父如何 卑职见过夫人 二小姐 你向来极少来我的院子 怎么今日这么早过来 是有事吗 当然有事 不过 不是对你 瑶儿 为娘知道你亲人要走 有些舍不得 记得 你是韩王妃了 不可再耍以前的脾气 嗯 女儿一定谨记心中 父亲 女儿先告辞了 去吧 如何 父亲可吃中毒了 你认为此事该如何处理 中毒不是大事 我可以尽快找到解毒之法 给你们解毒 关键的是下毒之人不会停止 想要彻底除去你们体内的毒素 只有找到他们 而且还不能打草惊蛇 若是被发现 只怕对方会提前行动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 必须在对方展开雷霆之机以前 想好对策 这些话 自此以后不可再说 嗯 研究解药的事情 可以先进行下去 但不急于给我们解毒 有些人远比你想象的 还有聪明 任何蛛丝马迹 都会让风雨提前来临 所以既然不必解毒 那么下毒之人 也不必先急于寻找 你目前要做的事情 除了研究解药之外 就是吃喝玩乐 不要让人发现你有异常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们 善全 怎么了 王妃 您终于回来了 云波情况如何 我给你的东西也用了吗 东西都用了 是严格按照您说的方法 但是 这段期间可有人来过 哦 有 王爷家派两个嬷嬷过来 给父亲擦拭身体 一直闭着伤口的 还有一个是之前就派来的丫鬟 是给我送的吃喝 你一直守在这里 不曾离开 是 王妃给的东西 只有我会使用 担心父亲口渴饥 所以不曾离开 还有 就是子灵也来过一次 不过没进屋 什么时候来的 昨日傍晚 说了句安慰的话就走了 谢瑶微微点头 给云波检查了一下 除了伤口感染 以及感染引发的高烧之外 并无其他症状 帮云波扶下退烧药和青霉素之后 又打了麻药 随后 他再次开始给云波清创 感染造成的血浓必须处理掉 不然伤口无法愈合 幸好伤口的血浓不多 很快就清理完毕了 见过王爷 贝职见过王爷 侧妃 谁在房中 父亲忽然高烧不退 伤口也溅了血浓 被执擅自做主 找了人来给父亲治伤 还请王爷责罚 本王问你谁在房中 是 王妃 糊涂 你被蒙了心智 连云波的安危都不过了 京城人人皆知 谢瑶是什么性子的人 你竟然任他胡闹 为什么要盯着云波不放 一而再再而三地害他 承权 已经好了 你去照看吧 记得我之前说的话 贝职替父亲谢过王妃 我究竟是害云波 还是救云波 自有分枪 以王爷的聪明才智 也自然是能断个清楚明白 是吧王爷 王妃 王爷晕倒了 哦 已经让人去请御医了 你 我饿了 让人传善吧 是 奴婢这就去 侧妃 还请借一步说话 王爷 你醒了 本王的身体如何 还请御医明示 既然王爷醒了 那老臣刚好有几个问题 还请王爷如实回答 请说 王爷近几日 可曾觉得腰背酸软无力 许是服按时间久了 的确有些 可曾比平日易怒 老臣 问完了 但说无妨 本王身体究竟如何 那 老臣就直说了 老臣知晓王爷是新婚 而且还是 妻妾同取 但 有些事情 还是要节制 本王的身体 可还有其他不妥之处 王爷身体康健 只需稍作节制 便可快速恢复如初 楚寒起身 就要往外走 他要弄清楚 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爷去哪儿 外面寒凉 都穿件衣服 你休息吧 本王出去走走 扶云轩 谢遥用完了膳 开始准备研究解药的事情了 忽然 无明指的戒指又闪了一下 谢遥微皱眉 从回府到现在 不过半日的功夫 戒指就闪了两下 难道 云波又出事了 正疑惑的时候 楚寒来了 奴婢见过王爷 在门口守着 没有本王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进来 还请王爷叫门打开 这光天化日的 这是本王的府院 这里自然是王爷的府院 王爷坐着吧 我出去行了吧 站住 本王有事找你 是修书写好了 坐回去 上一次你为本王针灸的时候 有没有将本王体内的毒素 全部清除 回答本王 王爷之前不是说 是我给你下的毒吗 忽然扑通一声传来 他抬头一看 竟是楚寒倒了 探头看了一眼 楚寒一双剑眉紧皱 额头已经溅了冷汗 显然是疼得不轻 看着楚寒那双又惊又怒的眸子 他微微一笑 从身后取过一支麻醉针来 给楚寒注射了进去 谢瑶熟悉地取出银针 熟悉地退掉楚寒的衣裤 露出熟悉的幻处 开始行针 针灸完毕 谢瑶抬手擦了擦汗 直接上床躺着去了 刚躺下没一会儿的功夫 楚寒的眼睛就再次睁开 楚寒明显感觉到 腹部的痛感完全消失 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 又双眉瞬间皱紧 脸色爆红 因为他又看见了 又看见了那该死的银针 立即起身 背对着谢瑶拔掉银针 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裤 王爷还是尽快 找到下毒元凶为好 我不是每一次都能救你的 你这次毒发 间隔只有三日 下次毒发 必在两日之内 你如何确定 若是不相信我 你完全没有必要 在毒发的时候来找我 谢瑶 你现在和之前 对本王的态度截然不同 是因为你想 对本王欲情故纵吗 你以为本王 已经被你玩弄于鼓掌之间了 本王告诉你 无论你做出什么改变 用了什么计策 都是白白浪费心机 本王心中只有月儿 你真的想多了 就在这时 门开了 谢瑶和楚涵同时看了过去 你们 王爷 你怎能如此待我 你说过 心里只有我的 我以为你对他只是逢场作戏 可现在 王爷 我的心好痛 我的心真的好痛 月儿 出去再说 现在如你愿了 谢瑶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你是如此有手段的人 你们将军府的人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认输了 我输得彻彻底底了 上官月忽然朝着他走近了两步 然后楚楚可怜地哭道 我真的很爱王爷 你不要用手段抢走王爷好不好 靠近他的上官月 忽然身体向后亮腔了数步 一脸惊惧地望着他 王妃 王妃 王妃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王爷 你推他 王爷 我很怕王妃 我也很怕王爷会离开我 本王不会离开你 可是王妃眼里容不下我 谢瑶 你未免太过狠毒 上官月 对你 我一向不需要暗地里刷手段 我一向都是喜欢直接打人 你竟敢打我 谢瑶 看好你的心上人 不要让他在我面前乱晃 你们两个可以将心都放到肚子里 这韩王妃之位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要 觉得我爱眼 直接给我一纸修书 今天你推了月儿 又打了他 看在你今日救了本王的份上 原谅你一次 收拾一下 我们出府一趟 是 王妃 已经逛了不少药铺 要买的东西也买得差不多 从头到尾 只用了大半个时辰的功夫 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率了 紫晴抬头看了一眼前面 眼睛一亮 下意识到 最先楼 前人必让 哇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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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的药按时给陈王服用 应该可以让陈王咳嗽的症状有所减轻 多谢韩王妃 今日的事情希望不要有他人知晓 我留下来的这些东西皆是一位医者赠予 不想招来任何麻烦 请韩王妃放心 刚刚王爷昏迷 是韩王妃出手救了王爷 韩王妃 他不怕吗 不嫌弃吗 王爷 这药 无妨 说要本王死 只需冷眼看着就好 不必如此麻烦 王爷 不可 王爷 老臣从未见过这种形状颜色的药物 怕是 所以你从未治好本王的病 王爷 请尝尝我的手艺 这些都是你做的 月儿一直都会做 只是府中有厨子负责膳食 才不曾展示 有心了 我尝尝 王爷 吃鸡汤 刚刚做好没有一刻钟 小心烫 怎么样 不错 你的厨艺极佳 王爷喜欢 以后我就经常做给王爷吃 明日再喝 上官月心口狠狠一跳 那个药起作用了 他立即环抱住他的脖梗 美眸中春意无限 微微压低的声音里 浅浅缠绵 王爷 上官月忍着痛 震惊地看着他 到了这一刻 他竟然将它放开了 他怎么忍得住啊 楚寒深深地看了一眼 一扇不整的上官月 小腹和某一处的痛感 就像是被剑穿了心一般的疼痛 片刻间 额尖冒出痘大汗珠 转身迅速地离开 到了这一步 他竟然还不碰我 难道 真的是因为谢遥 水还温着 我再过一会儿就出来了 门前没有回应 谢遥立即警惕 回头 在门口站着的 竟然是楚寒 你倒是好心情 出去 你是本王的王妃 现在就出去 不然 我不介意看着你毒发而死 进来吧 又毒发了 你就这么着急吗 刚把毒素压制下去 多等几天不行 我是王妃 不是寓意 没有专门给你压制毒素的责任 少废话 快给本王戒毒 躺下吧 老规矩 不过这次你要自己脱 之前的奇怪小管子还有吗 或者用簪子也行 都没有 你不要得寸进尺 本王若毒死在你的房中 你也有摆脱不了的干系 无妨 等你毒发了再扔出去便是 不会死在浮云轩的 或者你现在离开也行 天色不早了 我也要睡了 楚寒恨得咬牙切齿 两条腿好像灌了签一样 无比的沉重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怎么走到那块空出来的地方 并且躺下的 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酥酥麻麻的 一点也不疼 跟那些御医的针灸 感觉完全不同 很快 第二针落下 他几乎立刻就感觉到 小腹的剧痛被减轻了 扎下最后一根银针 谢瑶长出了一口气 擦了擦额头的汗 起身回到床上 本王要等多久 一炷香时间 时间到了 你自己拔了针出去吧 你可会解催情之毒 不会 你不是从上官院那里过来的吗 直接回去找他解毒便可 想办法给本王解毒 我说了我不会解你的催情毒 难不成你让我以身解毒不成 无耻 不要打扰我睡觉 明日父皇 为历年风调雨顺 感谢上苍设宴 你随我入宫一同参加 一炷香后 楚寒立刻起身拔掉身上的银针 然后快速地穿好衣服 目光深深地凝视着 已经沉睡的谢瑶 若飞累极定不会沉睡 他刚刚救他时的专注和认真 不是假的 眼中的疑惑加深 同时又有一些不解的神色 一闪而过 就在这时 小夫的热感再次袭来 想都没想 直接开门离开了 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 泡了个冷水澡 王妃 善权一直在怨外候着呢 被迟见过王妃 有什么事情吗 一大早将孕妇 便差人送来了这个 说是给王妃的 管家有心了 云伯的情况如何 好 多亏了王妃救治 目前父亲一切安好 今早的小米粥吃的 也比昨日多了一些 精神也好了许多 王妃实在是太漂亮了 您穿着这件情衣 再配上您的妆容 就好像仙子下凡 实在是太美了 走吧 是 可查到了什么 凡是有机会触碰到您膳食的人 杯子都逐一仔细查过 目前还没有收获 再将范围扩大些 继续查 王妃 我们何时出发 楚寒示意无风退下 回头看了一眼府内 远远扫进了谢瑶的青涩身影 目光顿了顿便迈步上了马车 回去多准备些食材 是 谢瑶目光扫了一眼府外 看见有两辆马车 便直接上了第二辆 想必楚寒不愿跟他同乘一辆马车 他刚好也是如此 无风就在第一辆马车旁 那他上第二辆便是 无风看见时已经来不及了 刚上车 谢瑶就看见 马车里不只有楚寒 还有上官月 当下眉头一挑 楚寒这是嫌大婚当日 妻妾同娶还不够 入宫参加宴请 也要趁机踩他一脚 楚寒没想到 谢瑶竟上了这辆车 余光扫尖那么青涩 一时间脸色有些怪怪的 心中暗骂无风 办事不力 上官月正一脸娇柔地 靠在楚寒身旁 忽然看见谢瑶竟也上了马车 瞬间满脸惊讶 偷瞄了楚寒一眼 后者双眸微闭 根本不做反应 这让上官月心头一沉 难怪他刚刚不急着上车 竟是在等谢瑶 马车缓缓地朝着宫门方向 行驶过去 皇宫 楚寒入宫 自然是先给母妃请安 三人一同朝着 静妃的宫殿走去 那不是韩王吗 怎么身后跟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好像是韩王妃 自然是韩王妃 今天皇上宴请 将军府的人是一定会到场的 你说得对 这种时候啊 韩王还是要给将军府面子的 噓 别乱说话 小心惹来杀身之祸 楚寒黑谋深了几许 周身冷意浮散 脚步快了些许 儿臣 给母妃请安 儿媳给母妃请安 快平身吧 月儿 你许久没有入宫 给本宫请安了 快过来 让本宫看看 是月儿疏忽了 还请母妃责罚 无碍 你刚刚大婚 有时间 自然是要陪在韩儿身边的 多谢母妃谅姐 等月儿有时间 一定常进宫来陪母妃聊天 好 果然是个懂事的 孩儿没有选错人 本宫去更衣 你们先过去吧 是 三人往前走着 越走人越多 很快就抵达了宴会之地 谢瑶闲来乌序的四处打量 刚好看见谢文武 想了想便走了过去 一个侧妃 也能陪参加宴请 我有事和你说 什么事 我让人传回去的消息 收到了吗 将军府可有三丁草 如果再早两日说 府里还有一株三丁草 两日前那株三丁草 已经上交国库了 你也不用着急 我已经派人去巡了 只要找到 就会立刻送到将军府 你先做其他事情就好 尽快吧 找到三丁草 就可以配置解药了 就差三丁草了 还是我妹妹厉害 不愧是我妹妹 一会儿不要喝酒 非喝不渴的话就少喝 对伤口愈合不利 你的伤必须尽快好起来 别拖将军府的后腿 谢瑶又问了几句 然后让谢文武平时 多小心谨慎一些 便回了韩王府所在的席位 上官月 别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你只是个妾 我不是故意站着王妃的位置 还请王妃不要生气 她不过是坐下陪我说会儿话 韩王妃的气度 该不至于如此狭小吧 易王妃若不嫌弃 去那里聊就是了 易王妃气得脸色一沉 她是正妃 又不是侧妃 立即转过头去 不再说话了 很快 皇帝率众妃亲临 宴会开始 啊 父亲 你怎么了父亲 王妃氏晕倒了 快 快请御医 是贤政 可有人懂医啊 贤政需要尽快医治 等御医来怕是来不及了 我懂医术 要我来吧 是许御医的女儿 这回王妃氏有救了 谁来帮忙按住 千万别让她把帕子吐了 容易咬舌的 徐小姐 然后该如何啊 等 等御医吧 啊 我怎么看着 王御史的样子没有改观 反而脸色极差呀 王妃 你说是不是 毕竟你才是懂医的 御医何时才能到呀 这可如何是好呀 王妃大胆放手去做就是 他们不信你 我信你 医者人心 王妃氏癫嫌发作得如此难受 我相信你不会见死不救的 对吧 先将王妃氏嘴里的帕子拿出来吧 然后松开它 无须压制 撤去王妃氏周围的东西 以免它误伤到自己 另外 王妃氏身上若有过紧 不利于呼吸的扣子 也可先行解开 顺畅呼吸 等病症发作结束 再找一个软垫子 垫在王妃氏脑后 细细片刻之后 再看情况将王妃氏扶起 不要急于挪动它 还有 请诸位尽可能地移开血 给王妃氏流畅的空气呼吸 你要做什么 如此安排是何居心 难道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王妃氏 并发至死不成 本王的王妃的确动一 之前府中管家 被马踩成重伤 就是被王妃所救 忽然 王妃氏咳了一声 随后就没了声音 面色隐隐有些发紫 快 将帕子取出来 王妃氏被堵得窒息了 立刻有人将帕子 从王妃氏口中取出来 一口气喘上来 王妃氏的脸色 才慢慢恢复原状 你这是在害王妃氏 若王妃氏咬蛇 你便有脱不开的干系 咬蛇的风险还是有的 最好将帕子 卷成绳子状 从妃氏的嘴里 吸到脑后 你们在干什么 快松开 这样会伤及病人筋骨的 那四人一愣 立刻松开 玉玉立即过来蹲下 先解开了王妃氏身的几颗扣子 随后又找来一块锦帕 拧成绳子 从王妃氏的嘴里 系到了脑后 整套操作下来 竟跟谢瑶之前说的 一般无二 谢瑶看着王妃氏的病症 逐渐减退消失 便松了口气 众人回去落座 宴会继续 五嫂 本王听说五哥府中 只有一个正妃和一个侧妃 并无妾氏 甚至连通房丫头多无 此事可是真的 是真的 这就是五哥不对了 本王最锐成亲 但膝下已有一儿一女 五哥尚比本王年长 理应为皇室开支散业 多做贡献 本王做主 为五哥纳几房妾氏 不知五嫂 意下如何 那就有劳端王了 你喝醉了 月儿 扶她下去醒酒 我没喝酒 王妃 你喝醉了 我扶你出去走走吧 谢瑶 在宫里你要谨言慎行 这里不比王府 做任何事 说任何话 都要付出代价的 知道你着急 但也要用对方式方法 靠自己才是真本事 就算有了妾氏 也有底气 靠药物算什么 就算没有妾氏 你能拦住她去外面找野花 上官月一下就听明白了 脸色气得微红 王爷果然又去找谢瑶了 又过了一会儿 似乎楚涵也没有了参严的兴致 很快便出来了 三人出宫上了马车 返回韩王府 这次 上官月意外地自己独乘一辆马车 楚涵和谢瑶共乘一辆马车 你为何同意老八的提议 但王说得有理啊 你身为皇子 身负为皇家开枝散叶的重任 那你为何不亲力亲为 为本王排忧解纳 王爷应该不想在马车上昏睡不行吧 若非本王当场拒绝了老八 怕是如今府里 已经多了几个妾了 那岂不是更好 王爷可以夜夜生歌了 你们男人都是希望三妻四妾的 不是吗 楚涵的脸色瞬间黑到了极点 周深寒意骇人 竟是直接翻身跳下了马车 急步而去 扶云轩 谢瑶刚进院子 就看到了一个不想看到的人 姐姐 你这是什么表情 是不欢迎我吗 近日在将军府待得无聊 便打算来姐姐这里住上节日 子晴还不快去给我收拾房间 我这院子有些破旧了 而且王爷也不常来 不如你去上官侧妃那里住吧 王爷昨晚还在紫燕阁留宿了 子晴带我去紫燕阁 二小姐这边请 奴婢给您带路 上官侧妃在里面吗 是谢二小姐吗 直接进来便是 我那王妃姐姐不明顺利 把我安排过来给上官侧妃添麻烦 还请上官侧妃尽量 谢二小姐应该已经急急了吧 是否定下了婚事 我年纪上轻 不急的 不小了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就已经结识寒狼了 你若是没有中意的 我倒是可以帮你挑选几个 不劳上官侧妃费心了 我听说上官侧妃今日和韩王殿下入宫赴宴了 韩王殿下果然是最看重您的 谢二小姐刚到王府 对王府还不熟悉 本该我带你四处转转的 但我身体抱恙 便让子灵替我吧 谢二小姐 这边请 不急 如果上官侧妃不嫌弃的话 我打算多住几日 四处转转也不急于一时 而且我觉得与你是分头缘 想要多聊几句 我累了 要休息了 您是哪里不舒服 我也略懂些医术 可以帮您看看 请谢二小姐自重 侧妃身子抱恙 自有御医整治 无需他人插手 谢二小姐 这里是韩王府 谢二小姐是将军府的贵客 想多住几日当然无妨 但如果谢二小姐存了别的心思 还请仔细收好 以免惹人生厌 坏了将军府的名声 谢卓听完 脸色也不好看 只能起身告辞 但刚走到院子里 她面色瞬间一喜 韩王回来了 见过韩王殿下 楚汗眸光一冷 从鼻子里哼出一个音 算是应答 看都没看一眼 就迈步走了过去 王爷默契 谢二小姐不过是来住几日而已 不会长的 而且王妃开口了 我也不便搏了王妃的面子 若王爷不喜欢 我再向谢二小姐安排到别处就是 不必 楚汗摆了摆手 有些心不在焉 起身竟是要出去 王爷要去哪里 我已经命人去备下食材 王爷有什么要吃的 我亲自下厨 本王还有事要去做 你先吃吧 送走了谢卓 谢妖就开始准备美食 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了 主仆二人在小厨房里一顿忙碌 渐渐的香味飘散开来 飘出了小厨房 溢满了整个院子 奴才见过王爷 银河魂不守舍 王爷恕罪 奴才刚才经过王妃的院子 闻到了香味 所以才冲撞了王爷 还请王爷恕罪 韩王来到福云轩院门口 闻到了里面飘散出来的味道 迟疑了下 还是迈步走了进去 子晴第一时间看见楚汗 刚要行礼就被制止了 楚汗挑眉 站在小厨房的外面 看着动作流畅 完全没有一丝停滞的谢妖 黑眸闪烁 他竟不知 谢妖的厨艺当真如此的好 就好像谢妖的医术一样 他也从不知情 见过韩王殿下 姐 你做的是什么 好香啊 子晴 拿两副碗筷 韩王殿下 我姐姐的手艺很好 你也一起吃一些吧 他刚在宫中敷衍回来 不饿 谢妖头也不回 朝着炒勺里撒了把盐巴 盛出一大盘放在一边 随后又往炒勺里撒了些盐巴 搅拌开来 盛在另外一个小盘子里 闻着味道不错 多吃几口也无妨 我吃饭 不喜欢所有人从一个盘子里夹菜 这些若是吃完了 就多吃些米饭吧 好不容易做了一桌子饭菜 自然是要大块朵頤的 分出去的那些 嘿嘿 见谢妖吃得香 楚寒挑眉多看了一眼 然后也夹起一块甜鸡放入口中 舌头触碰到甜鸡 下一秒他就被惊艳了 现在完全可以确定 这味道 御厨绝对做不出来 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甜鸡 这菜叫什么名字 爆炒甜鸡 如何做的 放油 油热了放蒜 蒜香了放甜鸡 甜鸡熟了放调味料 最后放葱 出锅前放盐 楚寒听完挑眉 虽说美味 但不宜多吃 有些咸 紫晴 上茶 王妃 将军府来人了 说 见过王爷 来人说什么了 说老将军身体抱恙 请王妃回将军府一趟 送信的人呢 已经回去了 紫晴 收拾东西 拿上药箱 王爷 我回去一趟 请给我备辆马车 山泉 备马车 姐 我们一起回去吧 祖父昨日还好好的 不知是怎么了 我有些担心 那你再单独乘一辆马车便是 我来之前 已经命人去备马车 这会儿应该是在府门口候着了 谢瑶点头 拿上药箱 带着紫晴 风风火火地快步离开府云轩 谢二小姐请自便 将军 唉 老将军的病症来得很急 说老夫无能为力了 老爷 请问寓意 我父亲究竟得的是什么急症 这 老夫才输血浅 老将军的病症 这老夫生平紧尖 还能撑多久 少则一两个时辰 多则 三五个时辰吧 老爷 还是尽早准备吧 不能让别人看了咱们将军府的笑话 谢瑶回来了吗 已经命人去觉了 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父亲 祖父情况如何 你回来得刚好 快进去吧 你祖父昏迷的时候还念叨着你 妹妹 放手去做吧 谢瑶刚刚把门关上 就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 祖父吐血了 刚进到里面 地上的两滩血迹 证明了他的猜想 如果有听诊器就好了 念头刚落 手边便出现了听诊器 他直接挂在脖子上 给祖父听诊 如他之前给祖父诊脉的结果一样 祖父的五脏六腑都没有问题 只是心脏跳动缓慢 力道薄弱 心音都是勉强才听到 不需太久 心脏便会无以为继 彻底停止工作了 最关键的是 他现在查不出症结所在 无从下手 多巴胺 要多巴胺 戒指温热了一下 多巴胺出现 他立刻把调好的多巴胺 给祖父静脉注射进去 用棉签 从没来的急肝盒的血迹上采样 随后心中默念 紧急化验 再睁眼时 手中的棉签已经不见了 他看了祖父一眼 多巴胺生效了 他于是开始了 一系列的常规操作 不论祖父是中毒 还是心脏病症 他的操作都会有效 老爷 让瑶儿出来吧 他毕竟是韩王妃 在里面待得久了不好 瑶儿还没出来吗 文武 你进去把你妹妹叫出来 父亲 你伤心过度 先回去休息吧 这里叫给我就好 妹妹莫要伤心过度 再陪祖父待一会儿 就出来吧 祖父 你醒了 祖父 您的身体很好 为何会突然如此 最近可否吃了什么异常的东西 谢老爷子也不说话 虚弱无力地抬手 指了指床边的一个柜子 谢妖立即起身过去 在最下面的抽屉里 找到了一张纸 上面写了三味中药 还有一些兼制的方法 您是让我拿这个吗 照着上面去做 把药捡好了拿给我 我喝完便无事了 父亲 你醒来了吗 去吧 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了 父亲 祖父说照着上面煎药 捡好了送给祖父服下 祖父便会无碍了 刚说完 戒指忽然温热了下 化验结果出来了 此时 他忽然明白了 那张纸的三味药材 为何看上去有些奇怪 那三味药材 都是这个世界独有的 而且凑在一起会有毒性 而化验结果里 也有三味药材的名字 同样 也是凑在一起 会显示出毒性 这两种毒性是相克的 祖父在以毒攻毒 而且是在中毒之前 知晓了解毒之法 所有人都出去 只留莫离伺候便可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打扰 姚儿 你留下 是 父亲 你本不该回来 更不该医治我 可还记得我说过 若你日后有难 将军府 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你 但若将军府有难 你断不可牵扯其中 孙女记得 那你为何还要牵扯进来 看着谢遥一声不吭 乖巧地任他教训的样子 祖父张了张嘴 刚刚生起的怒意 便随之消散 怕了 直都直 我还能说什么 孙女不愿意度上其身 愿意将军府共进退 既然回来了 打算给我做什么菜式 啊 是你说会很多菜式 每次回来 都要做一个不一样的 哦 好 我这就给您去做 祖父 尝尝我做的菜 拿出去 我刚吐了血 少拿这些吃食来糊弄我 等我老糊涂了 别忙着下定论 先尝一口 不然我也没有继续 做菜的动力了 还有菜 饭呢 拿来 祖父啊 慢慢吃 如果把这一整盘 都吃光的话 肉菜才会登场 王妃 老将军已经把饭菜 都吃光了 等着您的肉菜呢 回去告诉祖父 稍等片刻 马上就好 谢瑶很快 炒好了溜杆尖 给祖父送了过去 祖父只吃了一口 就双眼发亮 不知道那还以为 饿了几天几夜呢 丫头 没事就回来坐坐 对你有好处 怎么你不信 父脸色一沉 直接扔了一样东西出来 扔到桌上 谢瑶下意识地看过去 目光却是一顿 是三丁草 祖父 您这是 不是配置解药 就差了一味草药了吗 还不拿去 我什么时候 白吃过别人的饭菜 您知道 祖父 您刚吃完 要下床多多走动 不能直接躺着 唉 我大病出狱 你忍心让我下床啊 记得 没事常回来 对你有好处 我不会骗你 谢瑶挑了挑眉 刚要开口询问 别问 你照做就是 还有解药的事情 你配置好之后 就放在韩王府 有需要的时候 再拿回来 行了 去休息吧 你的医术 要小心使用 它是一把双刃剑 能助你 也能伤你 你即使救了我 便开了宫 没有回头路了 所以日后 你要多加小心 凡事要三思而后行 嗯 去吧 什么都别问 该你知道的 你自然会知道 一日 谢瑶用过早膳 去看了祖父一眼后 才离开将军府 韩王府 谢瑶刚下了马车 膳权就迎了上来 见过王妃 免礼 王爷吩咐 让您回来之后 尽快书籍准备一下 然后带上这个 去前厅 陈王要来王府 的确是陈王殿下 王妃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陈王的病传染性极强 就连陈王身边的侍卫 都已经有数人染上了 你去告诉王爷 说我身体不适 就不过去了 叫上官侧妃去陪也是一样的 王爷亲口说了 非您不可 谢瑶一听 脸色直接就沉了下来 见王妃生气 单全也不好再说什么 回到福云轩 谢瑶直接将那个破口罩 扔到一边 开始配置解药 大概半个时辰之后 单全又来了 站在门口扬声道 王妃 王爷让你尽快过去 陈王已经到了 让王爷去找上官侧妃 我身体抱恙去不了 侧妃去过 但被王爷训斥回去了 好 你去告诉王爷 我马上过去 你给我的东西 上官侧妃也有吗 没有 此物是宫中传出 极为珍贵 韩王府只有两个 分别在您和王爷手中 五弟 这屏风无用的 之前在我府里 屏风外的侍妃 一样会染病 无妨 既已放置 就随他去吧 见过陈王 多谢陈王殿下 王爷 命人将东西 抬到福云轩吧 陈王拿得出手的东西 必然价值不菲 自然不能便宜外人 除了他和子晴之外 韩王府都是外人 你不怕这些东西 也染了牢病 不怕 无风 将陈王的谢礼 拿去库房 妥善保存 住手 王爷 这是陈王殿下 给我的谢礼 不是给韩王府的谢礼 五弟若是喜欢 回头我再让人 送些过来就是 这些事给弟媳的 你就不要抢了 搬去福云轩吧 先将这些都放入王府库房 等三哥取诺的东西到了 再将东西搬去福云轩不吃 让陈王见笑了 我家王爷就是太过宠爱我了 容不得其他男人送我礼物 无妨 五弟就是至情至性之人 你一旦入了他的眼 他的眼中 便容不下其他人了 三哥谬赞 陈王殿下此行过来 可带了随行御医 不曾 有弟媳在 即便并发也是无碍的 御医最了解陈王殿下的病情 我不过是巧合而已 还请陈王不要在我身上寄托太多希望 现在谢礼已经送到 我心领了 陈王殿下还是请回府吧 王爷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且慢 本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不知弟媳可否答应 何事 说吧 弟媳当日救治本王 并且将手伸入本王口中之时 还请不要外传 因为此事一旦传出 本王倒是无妨 只是弟媳 怕是无人敢于接近了 我自然不会外传 但在场的人数不少 怕是 其他人本王均已安排完毕 只需弟媳补泄露分号 外人自然不会知晓 那就多谢陈王了 不必 该本王谢你才是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本王该回府了 无风 送陈王殿下 楚寒坐在原地一动没动 见谢遥起身 也一手拦下 谢遥直接甩楚寒的手 压低声音 你干什么 日后离陈王远兴 不要给本王惹麻烦 陈王府 楚夜刚到府门 就看到门前还停着一辆 很有特点的马车 燕公主来了 正是 未知曾让公主入府等您 但公主执意坐在马车之中 迎公主入府 立刻命人将院子清扫出来 不得有误 燕公主请 王爷已经在老地方备下宴席 等您了 王爷还是那么小心 似乎患了劳病的 不是王爷 而是我一样 身边已有多名侍卫染上牢病 本王不希望传染更多的人 王爷自然是好心 可惜 我听闻王爷日前 在罪行楼晕倒 可有此事 燕公主的消息 一如既往的灵通 却有此事 本王已命人封锁了消息 没想到 还是被燕公主得知了 看样子 王爷是又一次从阎王手中逃了出来 是本王的运气好 是寓意及时赶刀 燕公主不必套本王的话 将本王救过来的 的确是韩王妃 本王也刚刚从韩王府回来 我无意试探 王爷不要见怪 我只是好奇 这与传言不符 任谁人也想不到 韩王妃竟然懂医 而且医术精湛 本王也没有想到 王爷近日病情如何 应该是本王大陷将近了 此次被救过来 竟然会感觉 比之前舒服了一些 舒服一些 王爷可否说得再详细一些 简单几句 楚夜将自己当时的感受 全部说出 南宫燕听得十分认真 秀眉越皱越深 在给楚夜短暂的诊脉之后 他黑药石般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亮色 王爷并非回光返照 而是劳病的病情 的确得到了抑制 本王的病情得到了抑制 王妃 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心使用了 上面不会传染劳病 王爷命人用陈王带来的东西 将这些东西都清理过了 又放在库房闲置了两日 王爷近日身体如何 王爷 王爷怎么了 本王很好 无需王妃挂念 楚寒忽然出现 俊逸的脸色冷冰冰的 有些泛白 谢瑶上下打凉一眼 暗暗则舌 楚寒真能忍呢 记好本王的话 离陈王远些 我不曾去管王爷 还请王爷也不要来管我 我们互不干扰 如何 放肆 王爷若是嫌毒发慢了 大可继续生气 不过请你找上官月 或者府中下人都可以 我还要休息 谢瑶 本王一日还未洗修书 你就一日还是本王的王妃 王爷还请清醒点 我所要休书 并非意味着只有拿到休书 我才能脱离韩王府 楚寒面色一沉 黑眸中闪过一抹危险之色 气身上前 谢瑶反应也很快 直接后退 同时取下头顶簪子 紧握手中 你果然一直在防备着本王 陈王并非如你看到的那样简单 至少对你 或是对将军府 他绝非良人之选 楚寒 你怎么想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管不了 也不想管 但是 请不要把你肮脏的想法 强加于我的身上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恐怕没人比本王更清楚 当日若非你故意衣衫不成陷害本王 你会嫁给本王成为正妃 收起你的心思 不要让本王再发现 你有故意勾引陈王的行为 陈王不是你能肖像的 你那样只会害了将军府 害了本王 除了陈王 是不是别人都认我肖像 不知羞耻 你是本王的王妃 不是戴慈归忠的将军府敌女 这还不简单吗 你给我一纸修书 我自然还是戴慈归忠 王爷 滚出去 该死 王爷 侧妃亲自下厨 请您过去用膳 说是又学会了新的菜式 你该多跟月儿学去 如何讨本王欢心 见过王爷 王爷来得刚好 我刚将菜做好 马上就可以端上来了 王爷先进屋里等着吧 王爷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红烧肉 是我亲手做的 瘦肉软而不柴 肥肉滑而不腻 瘦肉和肥肉相间在一起 层层叠叠 也把两种口感完美重合 味道鲜美 您尝一尝 在上官月期待的目光中 夹起一块肉 放入口中 咀嚼了几下 就咽下去了 食之无味 换做蟹瑶做的话 一定会更好吃吧 王爷 味道如何 嗯 很好 也不知道王妃是否用膳 这等好吃的美味佳肴 自当让王妃也尝到的 王爷先吃 我去给王妃也送去一份 很快回来 王妃 上官侧妃给您送肉来了 她给我送肉 走 出去看看 是 上官侧妃 有心了 王妃客气 王爷夸赞我 做菜好吃 便让我送来给王妃品尝 也好多多学习 提升厨艺 王妃不妨 先品尝一口 嗯 别误会啊 我说的是 我心情不好 你便做了这些 不知所谓的东西 过来逗我开心 实在是有心了 王妃还真是望子尊大 王爷都夸赞的菜式 到你嘴里成了 不知所谓 嗯 下次再做菜 请先把皮肉上的毛 剔个干净 不然吃到嘴里 很影响食欲的 肉太老了 吃老母猪身上的肉吗 选材失败 而且酱油味太重 掩盖了其他所有味道 调味失败 瘦得太硬 肥得太腻 火候掌握失败 如此失败的一道菜 难得王爷还吃下去一口 你于心何人啊 你若是喜欢 便都端回去吃了吧 我要去出出口 你胡言乱语 你分明就是嫉妒我 上官月皱眉 也夹了一小块 刚放进嘴里 就呸的一下 吐出去了 他没想到 紫燕阁的下人 为了讨好他 会把难吃说成美味 在细腰这里丢脸是小 王爷可是亲口 吃下了一大块 王爷 这菜 楚寒机械地吃着饭菜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吃的是什么 满脑子都是之前 在扶云轩发生的事情 听见上官月叫他 抬头 刚要开口 脸色瞬间惨白无比 是毒发了 王爷 您 无碍 不可声张 你留下庸山 本王回去处理公务了 告诉了我 本王中的究竟是什么毒 之前还有两日才会毒发 这次却一日之内 连续毒发两次 王爷还没查到 是谁给你下毒 回答本王 本王究竟中的是何毒 为何会突然毒发得如此频繁 还有 连御医都无法发现 为何你去呢 你可有戒毒之法 王爷既然怀疑我 又何必来找我呢 本王怀疑你又如何 你本就有洗不清的嫌疑 说吧 如何才能解了本王身上的毒 毒 我能解 甚至解毒的针法和图谱 我都可以给你 但我不会再为你解毒 想要解毒 你必须另找他人 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的条件不止一次提过 王爷自然是知晓的 只要王爷现在将修书给我 不可能 如果你是担心将军府 那我便亲自回去一趟 让将军府上下所有人 都同意你写修书 你可敢修了我 一派胡言 此事修得再提 等到了那一日 本王自会让人将修书给你送去 说完 他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王妃 府外有一个自称是 南兆国公主的人求见 单全来禀报的时候 谢遥正研究无名纸上的戒指 我也想了一想 园主的记忆里并不认识 什么南兆国的公主 便挥手直接说了不见 韩王妃请留步 韩王妃请勿见怪 我让人通传过 但王妃不愿见我 我便只能在这里守着了 希望没有惊扰到韩王妃 公主言重了 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小 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不知公主找我有何事 可否长话短说 韩王妃该是不认得我 我是南兆国公主 南宫燕 此行来万岐国 是为了给陈王治疗劳病的 关于陈王劳病的情况 相信韩王妃应该是很清楚的 陈王殿下的情况 我知之甚少 只参与过一次急救 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韩王妃不必过签 我每年都会来 陈王殿下的病情 我是最清楚的 能让陈王夸赞 你一定有过人之处 不知韩王妃当日 给陈王殿下救治 都用了什么方法 就是一些很简单的救治 没什么特别的 治好陈王殿下的劳病 无论是对万岐国 还是对全天下的百姓 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身为医者 更是愿意看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说的对吧 韩王妃 南宫燕等了片刻 却扔不见血腰开口 有些失望到 既然韩王妃不愿说 那我也不必勉强 巧合而已 是公主高看我了 若我不在时 陈王殿下病发 还希望韩王妃 可以秉持着 医者人心的态度 出手救治 陈王是公主的病人 还是另有其他关系 陈王只是我的病人 没有你猜测的那种 不堪的关系 无妨 若公主无事 那我就先走了 韩王妃且慢 韩王妃医术精湛 精硬丰富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 好好聊一聊医术 如何 怕是要让公主失望了 我此次出府 是要有事去做 没时间陪公主 请公主见谅 无妨 等韩王妃和事有空 派人去陈王府找我就是 若有时间 定会登门拜访 一个时辰后 谢遥回来了 王妃 谢将军又来了 我哥 谢将军好像受伤了 谢遥当即谋色一沉 推开门就进了屋中 妹妹回来得刚好 快来 走 帮我一把 不要乱动 先坐下 她立刻上前 几乎是命令的语气 直接掀开遮挡 映入眼帘的情况 让她倒谢了一口凉气 大腿上的伤口处 只有外面露着一节剑柄 剑头完全看不见了 里面究竟进去了多少 根本不得而知 这一剑射得极深 去床上躺着 我先将剑头取出来 就坐着吧 躺着我下不了棋 躺下 不用担心 一会儿你不会感受到疼的 一听到不会感到疼痛 谢文武的心顿时松了 身体也跟着放松许多 谢遥直接一针麻药下去 等麻药生效后 开始小心翼翼地处理伤口 并且时刻观察出血 是否有加快的迹象 动脉大出血 可不是闹着玩的 妹妹 你猜我这伤 是怎么来的 还能怎么来的 难不成去马场射箭 被人误伤的不成 不是 是被人死杀时弄伤的 查到了吗 是谁 还没有 他们全都死了 全杀了 不 是自杀 是我低锅了 他们每个人的牙中 都藏着剧毒 最后一个人咬破毒钥匙 我的动作慢了一步 半个时辰后 谢遥终于成功 确定了箭头的位置 并且将周围完全轻创 抬头看了一眼 谢文武不知何时 已经熟睡了 那样子竟是 睡得十分放心 看着取出的箭头 谢遥浅笑了下 开始处理伤口和缝合 做完这一切之后 谢文武仍旧 没有醒来的意思 甚至还有些 轻微的打憨 舍得醒了 这菜是 我做的 你放心吃吧 同时注意到 戒指忽然闪了一下 被石盒盖子挡住 只有他看见 他的哪个病人 又有性命之忧了 需要急救 这里没人伺候你 自己吃吧 谢文武早就将碗拿起来了 谢遥说话的时候 他已经第一口菜入口 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 然后就是一顿胡吃海塞 那叫一个风卷残云 我妹妹做的饭菜 果然是色香味俱全呢 连玉厨都只能望其向背 拍马不及 你原本的伤还没好 现在又天心伤 就继续吃些清淡的吧 需要忌口的东西 跟之前一样 要是将军府的厨子 也有你的手艺就好了 你何时学会了如此好的厨艺 我竟不知 你常年戍边 如何能知道京中的事情 当初为了讨韩王殿下欢心 我可是下了苦功夫的 谢文武也不追问 又要了几服 伤口该换的药后 就离开了韩王府 王妃 王爷让你准备一下 马上跟王爷去趟陈王府 王爷还说 请您务必戴上口罩 知道了 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此去陈王府 你的动作倒是很快 治病救人 就是在跟阎王抢时间 赢了的人才能活下来 陈王的病 你打算如何救治 到了以后再说吧 如何救治 还要看陈王殿下情况而定 陈王身边有御医 也有一处精湛的南宫燕在 你切勿成能 如果楚夜有任何不测 你 甚至是将军府 都无力承担后果 谢尧眸子闪烁了一下 点头摁了一声 然后 转过头随意地看着马车外头 马车一路安静地抵达陈王府 尚未停稳 便有南宫燕的声音传来 韩王 韩王妃 记住本王的话 三哥的病情 有劳公主了 韩王严重了 医者人心 换成一个普通百姓 我也一样会如此 南宫公主 陈王病情如何 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一看便知 有劳 可有医治之法 已经有了初步的办法 但只有五成的把握 所以请韩王妃前来商讨 我先看看陈王殿下的情况 简单地枕了下脉 她的眉头微微醋了响 情况和她之前判断得差不多 楚夜发生过大咳血 但已经被暂时控制住了 枕脉完毕 她又取出听诊器 撂开陈王的衣服进行听诊 确定换处位置 你在干什么 不要动陈王 陈王殿下刚刚渴血严重 不可随意挪动 韩王妃只遇到过一次陈王病发 不熟悉情况 便不要轻易动手 陈王的情况很危险 烧又不慎 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那不是你我能够承担得起的 每次陈王渴血 我都会让陈王平躺 然后再加以汤药调理 便能恢复 陈王的左肺损伤严重 需要左侧卧床的姿势 以压迫患处 使呼吸受限 让出血的部位得以休息 减少渴血 陈王渴血的情况 已经得到控制 无需再动 韩王妃既然清楚了 陈王的情况 那便来看一看 我的治疗之法吧 此次病发不同以往 若继续让陈王平躺下去 不需要多久 陈王便会再次渴血 韩王妃仔细参想一下 然后说一说意见 公主不要见怪 韩王妃不善医术 做出不服常理的事情 也不足为奇 南宫燕按照自己的医治方法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 昏迷的楚夜忽然咳嗽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立刻看了过去 气氛瞬间紧绷 陈王 刚大科写过 短时间内再次咳嗽 意味着什么 大家都心知肚明 咳嗽声猛然中断 仿佛有什么 也要跟着断掉一样 南宫燕神色一紧 立刻想要将楚夜扶起侧身 但毫无意识的楚夜 岂是一个女子请客间 可以扶起的 楚夜要死了吗 想到这个可能 她的心犹如被巨石撞击 嗓子空的任何声音都发不出 整个人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公主 陈王殿下是被血块堵住口鼻窒息了 必须尽快解除窒息才可以啊 南宫燕文言立刻清醒过来 伸手需要从陈王口中取出血块 但刚一松手 陈王又平躺回去了 过来个人 助我帮陈王取出血块 快过来 不然本公主将这里发生的一切 全莫如实禀报你们的皇帝 然而 那些羽衣仍旧没人站出来 全都躲得远远的 楚寒将这阴幕看在眼里 黑猫忧神似渊 不见波澜 谢瑶神色一沉 没有多丝 立即过去 手已经搭上了楚夜的背 想要从陈王口中取出血块 但陈王的嘴紧紧咬着 根本掰不开 下一秒 他惊讶地看见 谢瑶拿着一根小木板 熟练地塞入陈王的口中 很快 陈王的嘴巴竟然就那么开了 见陈王嘴打开 立刻伸手去取血块 然后开始帮陈王平顺呼吸 扶好 陈王并非只有口鼻被血块堵塞 谢瑶此刻已经半蹲下来 借着光看向陈王的口中 确定口中的血块 已经被完全清理干净之后 立刻再次取出听诊器 并且撩开陈王的衣服 心中默念要给陈王气管插管 虽然戒指热了一下 但也不知道能有什么器材出现 打开药箱 他顿了下 药箱里的确有些 气管插管所需要的器材 只不过是最简单的那种 有一根气管插管的管子 没有喉镜 幸好 他插管的次数超过一万字 经验丰富的 就算闭着眼睛 也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各种情况 从而成功插管 将管子从药箱中取出 他就朝着楚夜口中探了进去 不可 谢瑶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谋害陈王 拿回来 如果你不想陈王现在就死的话 陈王的气管被血块卡住 不取出就无法解除窒息 现在情况紧急 根本容不得他多想 只能选择相信谢阳 说起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 我对陈王的情况十分了解 若陈王出事 等你们的皇帝问起来 我必会如实相告 在我眼里只有救人 没有权力和阴谋 然后 专注地将管子 缓缓伸入楚夜口中 微眯着双眸 仔细感受着手上的阻力 和计算着时间 忽然间 出现了一道咳声 楚夜的呼吸终于通畅 咳嗽声也再次紧随而来 一种羽衣全都松了口气 窒息已经解除 尽快将那东西取出来吧 必须尽快给陈王止血 第二次大咳血很快就会来 忽然之间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立刻从怀中 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白瓷瓶 倒出了一颗药丸 放入了陈王口中 死药无需吞咽 一旦入口 便会很快化开 王妃 陈王的血已经止住 还请尽快施救 在这里 没有大型医疗器械作为辅助 他只能选用更加稳妥的办法 但是 南宫宴并不这么认为 谢瑶 你还不出手医治 莫非是要等到药效过了 亲眼看陈王大磕血吗 如果你不立刻开始救治 这造成了陈王的任何损伤 全部由你负责 谢瑶抬眸 扫了一眼南宫宴 眸光冰冷的同时 带着些不耐 太刮躁了 让他无法安静思考 陈王殿下危在旦夕 你竟真敢坐视不理 谢瑶眼底的不耐烦 越发浓烈 看着眼前仿佛小丑一样 跳脚的南宫宴 心底出现了一抹厌恶 但今天 南宫宴的仗势欺人 第一次让他有了停手的念头 他出手也只有两成的把握就回厨业 容不得失败 一旦失败 他自己要面临皇帝责罚不说 必然会连累将军府 想到此处 他的嘴角扯出一缕自嘲的笑 转身往外走去 你今日若见死不救 本公主必如实禀报万七国皇帝 陈王若死 你难辞其咎 本王的病 一直是南宫公主在医治 与我何干 若南宫公主担不起医治陈王的重责 早早请辞便是 也不至于耽搁了陈王殿下的病情 你竟敢说我耽误了陈王的病情 好 你没有耽误陈王的病情 请你继续为陈王医治 我还有事 吴必送 你 还请韩王妃留下来 救治陈王 刚才是我错了 请你原谅 我希望不要有下一次 下一秒 楚夜的身体一阵僵硬 从管子里喷出一些 有些发黑的血液 夹散了不少细碎的血块 那群御医瞬间就慌了 完了 陈王殿下第二次大咳血了 南宫公主 快想办法呀 韩王妃 您倒是也想想办法呀 这可如何是好啊 韩王妃 你一定还有办法 还请快救治陈王 陈王殿下已经大咳血过一次 第二次大咳血才刚刚开始 还请韩王妃即刻开始救治 不要再耽误下去了 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南宫公主若不想陈王有事 就不要打扰我 否则我随时离开 其实 楚夜并没有第二次大咳血 准确地说 第二次大咳血是被戛燃而止了 之前 楚夜被血块堵塞口鼻的时候 的确是第二次大咳血的开始 但被南宫夜为楚夜服下的药 硬生生打断了 好 我答应你 你刚刚给陈王殿下服的什么药 有多久的药效 是天极丹 刚刚陈王殿下即将大咳血 我给陈王殿下服用的 便是天极丹 事于药效 应该可以维持一会儿 父皇将天极丹赏赐给陈王了 正是 陈王曾说过 说到了紧急关头 便祝他服下天极丹保命 谢瑶立即搜索园主的记忆 这才找到了一点 关于天极丹的消息 据说 天极丹是可以生死人 皱白骨的灵丹妙药 因此之人服下 会立即变得生龙火虎 整个万奇国只有三枚的神药 皇帝一向保存得极为隐秘 平日里连剑都见不到 如今居然舍得给陈王一枚 每一枚天极丹都相当于一条命 皇帝给了陈王一枚天极丹 就等于分了一条命出去 而且给的还是身染劳病 必死无疑的陈王 由此可见 皇帝是极为看重 极为宠爱陈王的 谢瑶回头 直接来到陈王床边再次诊脉 命人取个冰袋来 我治疗时更喜欢安静的环境 韩王妃 死无疑是什么 为何要刺破陈王的皮肤 并且留在上面 我的药物可以直接进入血液 这样见效更快 也更明显 那些东西都是辅助完成的用具 陈王情况紧急 必须用这种快速见效的办法 不然无法阻止第二次大咳血的发生 好 公主稍安勿躁 等我忙完了再问也不迟 不然我手一抖 受伤的可就是陈王了 公主 等陈王醒来时 记得将那些药给陈王服下 走吧 韩王妃请留步 这就是你口中的药 不知是何药材 通过何种方法制作而成的 你若是怀疑 就不用给陈王服用 我只是留下了药 用不用都由你来决定 无需再质疑 陈王 韩王妃快来 陈王像是又要窒息了 话落 她焦急不已的 就要尝着陈王的口中伸手 想要取出血块 别动 不动 陈王就要窒息了 你让我不动 南宫宴哪里会听谢瑶的话 手直接伸入陈王口中 摸了几下没有找到血块 认为是管子暗示 才没有找到血块 又要将管子拔出 我的东西不要随便动 若是嫌陈王死得慢 你大可以先一步下去等着 但别给我添乱 皇上驾到 儿臣见过父皇 给父皇请安 南宫宴 见过万七国皇帝 大胆 看见陛下 还不快快行礼 谢瑶的耳旁此刻 只有楚夜的呼吸声 等那呼吸声终于平稳下来之后 他才松了口气 没想到 楚夜的飞大炮影响力这么大 造成的气胸不过几秒就窒息了 若等他走后再出现气胸 怕是楚夜已经死了 儿媳见过父皇 来人 将韩王妃压下去 挽入地牢 父皇 谢瑶她是在救 放肆 谢瑶面色如常地看了一眼侍卫 随后转向皇帝 大胆 还敢抬头 很快 谢瑶被侍卫扔到了陈王府的地牢 也许因为楚夜劳病缠身 无人愿意靠近楚夜的缘故 落大的地牢当中空无一人 只有浓重的潮气 楚夜的接连发病 耗费了他极大的精力 刚好趁着现在休息一下 等有了精力再好好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情况如何 陈王今日大咳血两次 窒息两次 目前情况已经稳定 天极丹可曾使用 已经用了 正是靠着天极丹 才帮陈王指住了第二次大咳血 保住一命 老五 你跟朕出来一下 这几日 你过得很是糊涂 回父皇 儿臣不明白 你不明白 是 请父皇明示 刚刚 你可是要替谢瑶求情 正是 三哥的病情极其胸前 每一次都是谢瑶 将三哥救回来的 并无过错 你的意思是 朕错了 儿臣不敢 儿臣只是救世论事 好一个救世论事 朕今不知 你还是一个如此理智之人 朕听闻谢瑶大婚后 多次向你索要修书 你为何不给 儿臣担心 修弃谢瑶 会引发将军府的不满 朕以为 谢瑶无良无德 且嚣张 在陈王府 以韩王妃的身份 逼迫南宫宴同意其行医 实则是为了谋害 陈王性命 证据确凿 朕决定 将谢瑶先行收押 待审问出幕后主使后 再行定罪 幕后主使 楚寒慕鸣鸣心中一紧 父皇这是要给谢瑶安 一个谋害皇子之罪 并且将矛头指指将军府 父皇明鉴 刚刚三哥病发之时 南宫公主曾经进行治疗多次 但全都没有任何效果 后来谢瑶出手 才将三哥救回来 全城南宫公主 无任何参与 与儿臣一样 是在旁边看着的 南宫公主 陈王殿下伤势如何 时候不早了 皇上还有要事回去处理 不可在陈王府久留 陈王目前的情况比较稳定 但 稳定就好 多谢南宫公主 起驾回宫 就在这时 忽然有一个人 急急忙忙地跑到南宫院身边 慌张喊道 公主殿下 您快去看一看 陈王殿下 好像又要并发了 皇帝离开的脚步停顿 站在原地 回眸朝着屋子看了一眼 随后将身体也转了回来 皇上散思 您是龙体 一切都以小心行事 还是老奴替您进去 看一看陈王殿下的情况吧 也罢 一便替朕进去看看 自己也小心一些 这就是你说的并发 是 刚刚陈王殿下 的确咳嗽了几声 而且很急速 所以我以为是并发了 还请公主恕罪 下去吧 在有类似的情况 还是要禀报我 但无需如此慌张 南宫公主 陈王殿下情况如何 啊 无碍 只是咳了几声 陈王的病情目前很稳定 且有所好转 公主此话当真 老奴这就将此事 禀报皇上 不用禀报 朕都听到了 皇上 陈王殿下 竟然好转了 这是大喜事 多亏了南宫公主的医治啊 不敢当 我只是做了 我能做的 其实 陈王的病情 得以好转 更多是因为谢 南宫公主 为陈王治病有功 朕自然不会亏待于你 南宫宴刚要开口 忽然身旁再次传来了咳嗽的声音 楚夜又咳嗽了 不过 这次的声音很轻 动作也很轻 更重要的是 楚夜的眼珠似乎动了动 随后 缓缓地睁了开来 楚夜醒了 你感觉如何 认准你免礼 安心躺着便是 既然陈王殿下已经好转 不如就将 那东西撤出来吧 我不会 不会 不就是一根管子吗 楚夜想要开口 但根本无法发出声音 如果南宫宴都不会取出 自己口中的东西 那么能做到的 只有一个 就是谢阳 南宫公主不必过千 你的医术都要超过 朕的那些御医许多 自然不会被一根管子 难住的 下一刻 楚夜的咳嗽声 一声中过一声 频率也越来越急促 怎么回事 刚刚陈王殿下 还一切都好 怎么转眼的功夫 就成了这样 我 我不知道 我无法诊断出来 父皇 之前是谢瑶为三哥救治 现在情况如此危急 已经耽误不得 是 皇上 陈王的情况 耽误不得 来人 将谢瑶带回来 朕有话要问他 哥 碍于屋子里 传出了让人面红耳痴的声音 上官月便站在院子里 喊了一声 上官瑶好女色 他平日里过来 就多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早就习以为常 哎呀 妹妹 你回来的可真是时候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力气才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进去说 说吧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都小看谢瑶了 谢瑶 欺负你了 一个没脑袋的草包 还能欺负得了你 上官月摇头 随后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 全都跟上官瑶说了一遍 上官瑶立刻惊地睁大了眼睛 完全没想到 谢瑶的心思 竟是如此深沉 妹妹 此事你必须尽快想办法应对 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安王府的地位 恐怕不保 我此次回来 就是要找你上一次事 找我 这 这三教九流的人 我都认识一些 打探些消息什么的 倒是方便得很 帮你对付谢瑶 这就有些为难我了 你怕什么 只要你做得干净利落 将军府的人根本就查不到你头上 韩王府这边 王爷厌恶谢瑶至极 是不会出手相助的 不行不行不行 你要让我随便教训一个人还行 谢瑶的身份太惹眼 即便是父亲都碰不得 更何况是我们呀 以前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一直没有动作 你也说了 若不尽快解决此事 我将无法在韩王府立足 若我在韩王府没了地位 尚书府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你说得在理 那你先说一说 你是如何打算的 让谢瑶失身 不可不可 绝对不可呀 你已经很久没见过谢瑶了吧 她不在嚣张跋扈之后 看上去比之前美多了 身材也是曼妙多姿 最重要的是 床地间的技巧极高 不然王爷的态度 也不会转变得如此快 真的 到时 你也许还能拿到一笔银子 做封口费 帮了 为了你的未来 也为了尚书府的未来 我便帮你这一次 不过 我需要时间准备 自然是要准备妥当的 我会精心筹谋一番 一切按照我的筹划做事 不会被人发现的 但有机会 我便第一时先通知你 起来 谢瑶抬眸看了两人一眼 唇角勾起从容的冷笑 缓缓起身 看样子 是楚夜发病了 见过父皇 你若能将陈王救回来 便功过相抵 朕便赎你无罪 若救不回来 朕绝不轻柔 是 没时间多想 谢瑶立刻来到 楚夜的病榻前 飞快地淡扫了南宫燕一眼 立刻着手检查 楚夜的情况 还好 之前的气胸并没有复发 算是楚夜的运气不错了 见谢瑶忙碌几下之后 忽然就不动了 刘公公特意隐忍了一下 见谢瑶仍旧一动不动 才开口问道 韩王妃 你为何不继续救治陈王殿下 难不成想要抗止不尊 能做的已经做了 剩下的就看陈王自己的了 治病若是要靠陈王殿下自己 还要你何用 速速给陈王殿下救治 不然 公公如此擅长医术 那请公公救治吧 你 公公若能治便来 若不能治便将嘴闭上 我治病的时候需要安静 又过了一会儿 谢瑶见楚夜的情况 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 才朝着皇上禀报 启禀父皇 陈王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 韩王妃的确已经将 陈王的病情控制住了 韩王妃的医术精湛 着实让朕有些意外了 多谢父皇夸奖 你给陈王治疗时用的东西 为何朕从未见过 你的医术 又是师从何人呢 以前从未听人说过 大将军的女儿竟然精通医术 师父曾嘱咐我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轻易使用医术 即便使用 也尽量不要让对方知道姓名 我一直遵从师命 故 几乎无人知晓 我懂医术之事 我给陈王治疗所用之物 也全都是师父赠予的 你师父叫什么名字 为何如此谨慎 师父没有告诉我真名 只说他外号赤脚 人称赤脚大夫 不过因为师父行事谨慎 世间极少有人听过师父的名字 你师父人在何处啊 如此神医 朕要见一见 我也不知 师父喜欢云游 我上次见到师父 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韩王妃和南宫公主 就知陈王有功 赏鱼如意 谢万岐国皇帝赏赐 谢父皇赏赐 忽然又一声咳嗽传来 陈王楚夜悠悠转醒了 多谢了 不必客气 儿臣让父皇担心了 好好养着 无需多礼 既然你无事 朕就回宫了 等你养好之后 再进宫向阵秦安 谢父皇 白家 回宫 走到门前时停了下来 回头 目光幽暗地看向谢遥 言语间急剧震慑力 你现在是韩王妃 你的医术 若是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 是什么样的后果 你可知晓 是 你知晓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之后 你若遇到困难 我定会竭尽所能 好 你好生休养 这上面是陈王辉夫妻 需要注意的事情 以及服药的时间和剂量 吃药必须严格按照要求 按时间 按剂量服用 不可中断 三哥的病 你可有治愈的把握 没有 若你有治愈三哥的能力 你会那么做吗 不知道 谢遥不知不觉地睡沉了 等醒来的时候 马车已经到了韩王府 楚寒不知何时 已经下了马车 回到福云轩 谢遥吩咐了子晴 谁来也不见 他实在是困乏得要疯了 决定大睡特睡 先把失去的精力 全都补回了再说 这一睡 足足睡了三天三夜 除了吃饭如厕 其余时间一律在睡觉 他要下厨好好犒劳自己一番 于是让子晴准备些食材 今日中午亲自下厨 啊 你能被见过王爷 平身 你去准备碗筷 菜快好了 那下厨 不便行礼 王爷公务繁忙 有事就直说吧 我在房中等你 解本王身上的毒 除了修书 你可还有其他条件 我没有别的条件 只有这一样 王爷若是能现在写下修书 我便立刻将解毒 针灸的图谱和方法 全都给你 如果本王没记错的话 当初是你主动用尽手段 加入了韩王府 现在又再三索要修书 你到底是在玩什么把戏 谢遥 不要跟本王玩弄心机 是我喜心厌旧 没嫁入韩王府的时候 对你朝思暮想 现在嫁进来后 也算是得到了你 反而没什么感觉了 不如你给我修书 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 互不相欠 你是在故意欲擒故纵的勾引本王 只要你愿意给我修书 除了给你解毒 你还可以提出要求 我尽量满足你 你生是韩王府的人 死是韩王府的鬼 修书 就不要妄想了 忽然 他意识到了什么 心头一沉 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莫非谢遥的欲擒故纵之计 已经起了作用 谢遥 本王还是低看了你 不过你记住 你永远也得不到本王的心 这是抽什么疯啊 情绪转变未免也太快了吧 什么时候说过要得到他的心了 我说要的是修书 该服药了 你不觉得苦吗 尚可 韩王妃给的药 药效果然是极佳 不过几日的功夫 你的病情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可研究出此药的成分了 没有 难得有可以治愈 劳病的灵药现世 我想把它研究明白 以便有更多的患有劳病的人可以得到解脱 南宫公主倒是比本王更加乐观 本王只是情况稍有好转 距离完全治愈还很远 你放心 只要有足够的药 并且定时定量的服用 治愈只是时间问题 之后不要去轻易打扰韩王妃了 若非万不得已 本王不希望韩王妃 因为本王的病情出现在这里 韩王妃留下的药所剩无几 怕是撑不了几日 你不是正在研究吗 这几日怕是要辛苦公主 尽快将那药的成分研究出来了 王妃 善全来了 知道了 让她在门口等我 善管家 王妃 是将军府来信了 王妃 你要去哪儿 奴婢跟她一起去 奴婢能保护王妃 不必 你留在这里 若王妃问起 便说我回将军府了 是 萨妃 王妃刚刚离开了扶云轩 身上还带着药箱 行骚匆匆的样子 知道了 我要回一趟将军府 以后你要去哪儿 不必和本王说 京城街头 谢瑶坐在马车中 因因有些莫名的心神不宁 忽然 马车一个急停 让她险些甩了出去 紧接着 外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全都朝着马车方向而来 听声音 至少七八个人 你们是谁 这是韩王妃的马车 你们敢 没有听到 外面有人回应的声音 只有扑通一声 是人落地的声音 我是韩王妃 你们是何人 胆敢如此放肆 这时 从马车侧窗伸出一只手 一个手刀 重重地砍在 谢瑶的后脖梗处 谢瑶只觉得眼前一黑 就晕了过去 把他们两个 都扔到咱们的马车里 舅仙 你把这辆马车架到城外 随便找个偏僻的地方扔了 青狼 狗头军事 你们把那两个人捆结实了 堵上嘴巴 为首的一个人 戴着红色面罩 声音有些紧张地颤抖 瑶哥 咱们绑一个人就够了 那个车夫 就随便找个地方扔了吧 反正也没看见咱们的脸 不 都带着 这件事越晚被发现 对咱们越有利 紫晴 你这么回来了 是韩王妃有什么吩咐吗 不是 我是来找王妃的 王妃何时来的将军府 我为何不知 今日是我值班 我并未见过王妃啊 明明是有人送信给王妃 然后王妃就说要回府一趟 怎么会没回来啊 你是一直守在这里 一步也没有离开 我上午都是将吃食拿到门房吃的 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呀 王妃当真没来 老爷可还在府中 大少爷呢 紫晴 何事毛毛躁躁 你已经是我妹妹身边的大丫鬟 做事要稳重一些 不可慌慌张张 奴婢见过大少爷 大少爷可曾见到王妃 你惹了你的主子生气 所以她不要你了 王妃说她要来将军府 但刚刚守眉人说 王妃没来过 我找不到王妃了 说仔细些 将事情从头至尾 完整地叙述一遍 不得有误 紫晴连忙点头 丝毫不敢隐瞒 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全说了一遍 十分仔细 这是多久的事情了 就是早上的事情 现在已经过去四五个时辰了 此时都何人知晓 奴婢急于过来找王妃 并非来得及告知任何人 你去连水客带着 哪也不要去 更不可将谢瑶的事情 告知任何人 若有人问起 你就说 我带谢瑶出府了 是 王爷 月儿已经做好了饭菜 快来尝一尝吧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谢瑶能用美食吸引楚寒 她也一样可以 想到此刻的谢瑶 她嘴角的笑意就越发的浓郁了 月儿做饭自然是好吃的 王爷先尝过再说 楚寒笑着一口吃下 咀嚼的时候 目光看向外面 心头一动 天色已经不早了 似乎谢瑶还没回来 王爷 菜的味道如何 月儿做的饭菜越来越好吃了 已经可以比你府中的厨子了 昏暗中 谢瑶忽然感觉头很疼 尤其是脖子后面的位置 想要抬手去揉一揉 却发现她根本动不了 她被人捆住了 美人 醒了 美人 你醒的正是时候 就算你不醒 我们也会详情把你叫醒的 青郎说的没错 这么美的人 若是一直昏睡着 就会少了许多乐趣了 老蝙蝠你是不是傻 说话就说话 叫老子绰号干什么 你也叫了我的绰号 咱俩扯平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要绑架我 我们当然是来帮你的呀 帮你 冲上云霄 哈哈 正好她醒了 开始吧 我让夜长梦多 赶紧开始 我都快等不及了 起郎 你跟几位兄弟 分一分顺序 我就不客气了 此事是你筹谋 你自然拔的头筹 我就不客气了 排在刺猬 你们 我排第三 我第四 本王妃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上官姚文言 下意识地心中抖了一下 是啊 你在梦里见过我 哈哈哈哈 谢阳 你是韩王妃又如何 难道我们会怕吗 一会儿你一定要多多地自称 本王妃几次 这样才够刺激 你是不是经常头晕 耳鸣 易怒 倒汗 腰酸腿软 前世 他曾专门学过被绳子捆住后脱困的办法 不知此次用绳子捆他的人用的是什么捆法 谢阳暗暗地摸索着绳子 哼 本公子知晓自己的身体 虽有些亏空 但你放心 一会儿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你尝试了很多种方法 但大多无效 稍稀有效的方子 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那你最近可有脱发 记忆力减退 眼皮浮肿 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致 你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下去 将活不过一年 哼 谢阳 你就不必再浪费心思了 如今沐浴成舟 你倒不如将精力 犯到如何将我伺候的舒服些上面 没准我一会儿高兴了 会少折磨你一点 这才是最有用的 我们敢把你抓到这里 就不会轻易放你回去 你们把我抓到这里 欲行不轨之事 就不怕将军府的报复吗 以将军府的势力 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 也一定能够找到你们 谢阳继续拖延时间 只要还有时间 就还有机会 手暗中不断地 在绳结中翻来覆去 快了 现在放了你才是自寻死路 不要再说废话来耽误时间了 在这里没有人会救你 因为除了我们 没有人能够找到这里 因为簪子丢失 他只能心中疯狂默念 麻醉针 麻醉针 一定要有麻醉针 他双手猛地震开绳子 左手的麻醉针 打在了上官窑的嘴上 右手的麻醉针 直接扎在上官窑的肋骨处 上官窑只觉得身上一疼 诧异地看到 谢阳竟然挣脱了绳索 意识快速模糊 昏倒前 他好像看见谢阳手里 拿着什么东西 等了两个呼吸 见外面并无动静 这才悄悄抬脚 尽量不发出任何异响 从破旧草房的 另一侧窗户钻了出去 月光洒落在他的身上 好像是一道 看不清的黑影一样 从那些人的喊声中 他听到了一个名字 上官窑 我看见了谢阳在那里 树林不大 咱们每人一个方向 分开去追 就算把谢阳杀了 也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后果我不说 你们也都知道 老边府 你是从那边过来的 人呢 我没看见呢 刘芝 你不是负责跟踪吗 你看见谢阳了吗 青郎 人跟丢了 谢阳潜在洞中 连呼吸都几乎屏住 一动不动 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狗狗军师 你说该怎么办 他一个弱女子 对此地又不熟悉 就算跑了 也绝然跑不远 而且我们都追到这里 他才不见呢 他一定还在这附近 那就给我找 从这里开始 就算把这里绝地三尺 也要把谢阳找出来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安王妃 你跑不掉的 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甚至根本不知道 此地是什么地方 我没想过跑 因为 我要杀了你们 杀我 你大可一致 谢阳谋色一寒 持着手术刀 就朝老蝙蝠冲了过去 老蝙蝠脸上 闪过一抹趣色 没想到一个弱智女流 还挺狠 连忙往旁边让了出去 谢阳心神一动 抓住机会 手术刀直接划破了老蝙蝠的颈部大动脉 老蝙蝠捂住脖子 倒下时满眼的惊恐 谢阳只看了一眼 立即离开 一路飞奔 谢阳一直分出了一些注意力在身后 留意着身后的动静 奇怪 人分明是朝这个方向跑的 为什么到了这里 却没有了踪迹 有发现吗 这里一眼就能够看到很远 根本没有藏身之所 只有远处有一处森林 我们去那里看看 不对啊 痕迹在刚刚那里就已经断了 而这里并没有新的痕迹 周围也没有 证明他并没有去那片森林 他还在那附近 周围忽然没了声音 直到有一张戴着面具的脸 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来人 将从韩王府 到将军府的所有路线 全部再仔细彻底询问一遍 留下几个人 告知后来人 接下来直接回将军府禀报即可 其他人 随我回府 王爷 何事 先来禀报 王爷 出事了 什么事 此刻外面都在传 说王妃失踪了 王妃是去了将军府 并非失踪 你去查一下 是谁在散播这种谣言 破坏韩王府的名声 奴才得知外面的传言后 先是去问了门前守卫 然后又命人去过将军府大厅 却被告知王妃没有去将军府啊 王爷 现在该怎么办 立即发动扶兵 先行寻找王妃的下落 有任何消息都要立即禀报 同时 彻查谣言来源 务必给本王追根溯源 是 王爷 出了何事 王妃竟吃粥了吗 尚无定论 本王以命善权去查了 月儿有些担忧 无风不其浪 既然经中有此传言 一定是王妃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爷快命人去找王妃 一定要尽快将王妃找回来 已经命善权去了 相亲很快就会有消息 王爷 夜路深重 我们快进去等消息吧 无事 你去休息吧 本王想起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 快要入夜了 王爷还要保重身体才是 启禀王爷 京城已经搜遍 并无王妃的消息 命城内人放弃搜索 跟其他人一起全力搜寻城外 尤其是各个城门 一定要仔细询问 是 启禀王爷 未知发现了此物 楚涵扫了一眼 目光瞬间将那东西锁定 一眼就认出 那是谢瑶头顶的簪子 此物在何处发现 是在一处巷子里找到的 家派人手 闲查距离巷子最近的两座城门 尤其是马车的出入 是 又过了一会儿 由府兵来报 城外东南方向 找到了韩王府的马车 只是 马车已经被人为损坏得十分严重 秦郎 杀了他 给老蝙蝠报仇 对 杀了他 竟敢对老蝙蝠动手 必须杀了他 给老蝙蝠报仇 诸位 我们将他绑到此处的目的是什么 如今盗嘴的肥肉 尽在眼前 你们却要扔掉 要杀 也是我们玩完再杀 我同意 谢瑶毕竟是将军府的嫡女 溃血功夫很正常 我们只要防了就好了 也没必要过于担心 韩王妃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杀了我们的人还想跑 你的命运就是将我们兄弟几个伺候好 然后尸身为了身间的野狗 你们一定会后悔 你们也别光站着了 动手吧 滚开 到这个时候还很硬气呢 老子看你一会儿还怎么横 几个人一脸猙獰的笑扑向谢瑶 就在这时 刷 谢瑶眼中闪烁着骇人的杀机 双手中有两道寒光跳动 从他们的眼前闪过 刀光太过冷烈 两人瞪大了双目 还来不及反应 眼睁睁地看着寒光在眼中快速放大 却忘了躲闪 刷刷 一人的肚子被横向完全划开 鲜血喷涌 紧接着 在他们还未反应过来时 又朝着另一个人的脖梗大动脉划去 这一举一动速度极快 两把手术刀直奔青狼 青狼就在震惊之时 猝步急防之下 刚退后一步 就被谢瑶划伤腿上的金剑 刀在地上 在青狼发出一声惊呼时 一刀下去 直接将动脉割断 然后快速从窗户跳了出去 骑兵王爷 城外周围已经搜索完毕 没有王妃的下落 因为山路崎岖 进山的人要等明日才能回来 被麻 本王要立刻出城 事情办得如何 我不是告诉你 这无紧要的事情 不要来找我吗 谢瑶跑了 你说什么 谢瑶跑了 而且还是将我那些朋友都杀了跑掉的 普通 上官月一下坐在了椅子上 眼中也出现了惊慌 一群废物 那你们应该破坏了他的真结 一时疏忽之后才被他跑的吧 我 我被谢瑶打婚了 不过看情况 谢瑶应该是没有被那个 没有 我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 又立刻叫来紫灵 你找个丫鬟 去扶云轩看一下 看王妃是否回来了 若没回来 你再让人出府打探一下情况 妹妹 谢瑶也许迷路了 斯坎还在山中 而且山中野兽众多 谢瑶不知道下山的路 被野兽吃掉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你们有没有暴露身份 他们不小心说了他们的名字 但我一直很小心 谢瑶不知道我 这会不会有问题啊 什么 你找的都是什么人 做这种事情还能暴露身份 我 我之前也跟你说了 我认识的都是一些三校九流的人 他们也是不小心吗 人都死光了 而且谢瑶还失踪了这么久 这么久的时间其实也够了 外面谣言纷飞 就算是谢瑶没有被毁了真结 也相当于被毁了真结 目光一动 想到了一个应对之策 你知道吗 昨天失踪那个韩王妃 其实是被土匪绑了 回去坐压斩夫人去了 那土匪胆子也够大的了 敢绑架韩王妃 就不怕韩王胜怒之下 让人灭了土匪的老窝 那群土匪做事十分周密啊 现在还没有人知晓究竟是何方土匪 不过已经过去一整日了 那个韩王妃怕是已经被土匪 那个了 韩王当初也是被迫迎娶 这下也有名正言顺的理由 将她给休了 陈王府 楚夜得到下人关于谢瑶的禀报后 黑魔瞬间深沉了许多 命人暗中寻找韩王妃的下路 有消息立即禀报 是 父亲放心 散播谣言之人 我定会尽快将其抓获 父亲只需安心养身 不可再操劳了 可有姚儿的消息 谢文武沉默低垂了头 眼神无比忧深 出去吧 我累了 儿子告退 老将军 您就把这汤药喝了吧 不喝 谁爱喝谁喝 反正我不喝 非要让我喝也行 把谢瑶那个臭丫头 给我叫来 喂我喝 老将军 你不喝药 等韩王妃回来看见 怕是不会高兴的 你少拿那个臭丫头压我 你以为我怕她 不就是烤鸡烤得好吃的 你还端着汤药干什么 还不快给我 这儿涼了还怎么喝 还没有丫头的消息吗 老爷和少将军 把能派的全都派出去找了 韩王府也派出去不少人 听说陈王为了报答韩王妃的救命之恩 陈王府似乎也命人暗中调查了 都是邪庸才 母亲 谢瑶还没回来 已经过了一天了 哎 小心隔墙有耳 无论谢瑶的结局如何 在结局公开之前 你都不能当众说谢瑶的坏话 更不能用刚刚那种语气 女儿知道了 这里是母亲的院子 周围都是母亲的人 自然不会乱说的 哼 谢瑶已经被土匪抓走了那么久 依我看 必然已经死了 嗯 以谢瑶的性子 在土匪手里 该是活不了多久 而且以她韩王妃的身份 土匪也很难会留下她 此刻应该是毁尸灭迹了 母亲 既然谢瑶已经死了 打算何时将我送进韩王府 此事你不必着急 我自有安排 母亲 不可 那个侧妃上官月 也盯着正妃之位 若是我们的动作慢了 怕是正妃之位 就是别人的了 你先回去吧 此事 容我再仔细想想 就在此时 城门外 山脚下 谢瑶狼狈地从山上跑下来 还未站稳时 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匹马 楚汉瞬间翻身下马 黑眸中充斥着难以名状的情绪 谢瑶侧头 刚刚将那张脸看个真切 想要说些什么 忽然眼前一黑 彻底晕了过去 楚汉 我妹妹重伤 请交换于我 让她回将军府疗伤 不必 楚汉 我对你客气 并非因为你是五皇子 而是我念在你为了救她 出了些力的份上 她的情况需要静养 你的韩王府无烟瘴气 不适合她养伤 她是本王的王妃 你何时当过她是王妃 韩王府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管 谢瑶刚从山上逃脱 身上还有什么伤 尚未可知 你若还有些血性 就不该在这里拦着本王 而去那里 韩王 我若发现谢瑶在韩王府 有任何损伤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恢复 路上尽量避开颠簸之处 是 一个时辰后 马车到了韩王府 无方 属下在 京城中关于王妃的谣言 可有何变化 欺验王爷 无变化 你去将王妃回府的事情传出去 就说王妃昨日 是在府中憋们九段 便出城游玩了一番 欺验王爷 散播王妃是被突飞绑走谣言的人 刚刚找到了 是谁 尚书府的上官尤 此时到此为止 不必再查下去 是 启禀王爷 王妃脉相平稳 只是过于饥饿劳累 才会晕倒 王爷不必担心 此时不可外传 若被本王发现 必将严惩不耐 王爷放心 草民只是例行给王爷诊脉 并未来过浮云轩 此刻 上官越赶到 刚进到屋中 她的身子就顿了一下 大夫 王妃的情况如何 启禀侧妃 王妃只是泪急 饿晕了而已 身体并无大碍 大夫可能有所不知 王妃是被土匪绑走了 时隔几乎一整日的时间 王妃才得以重回王府 这一回来身上 就出现如此多的伤痕 还请大夫仔细检查一下 若王妃真受到了 其他伤害 还是要尽早医治才是啊 草民已经仔细检查过 王妃的确并无大碍 不过草民能力有限 若侧妃仍不放心 可以再请几位大夫 过来查看便是 我当然是信任大夫的 只是担心 王妃刚刚嫁过来 尚未育有子嗣 自当是该小心些 你胡说八道 王妃奇人天象 自然会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的 你凭什么 无端猜忌王妃 难道王妃无事 不是你想要见到的 你分明就是不希望 王妃爱人归来 分明就是想要王妃出事 你就是见不到王妃好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跟王妃是姐妹 王妃此次被绑 我在府中寝室难安 恨不得要替王妃去受苦 怎么会是你口中那样不堪 我知你是忧心王妃 所以才会对我不敬 我不怪你 月儿 出去 是 王爷 这群猪狗不如的畜生 这些人该死 竟然敢对少将军 最在意的妹妹下手 纯属找死 启禀少将军 京城中关于韩王妃的谣言 已经越传越广 甚至还出现了各种各样 不堪入耳的说法 韩王那边已经传令下去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会压制主治其传言的 可查到究竟是 何人散播的谣言 是 是尚书府的尚官谣 是尚官谣 尚官谣 又是几个恶毒的妇人 盯住尚官谣 就丢了她的踪迹 我拿你们试问 韩王那边可有动静 韩王殿下亲自护送韩王妃回府 并且对外宣称 韩王妃是出城郊游 继续盯着韩王府 只有任何动静 即使禀报 是 来人 将这些尸体装车 去深山中 找些豺狼虎豹之类的凶猛野兽 把这些尸体投喂了 解瑶 恍恍惚惚 睡得很不安稳 梦里 她做了各种各样的美食 摆了满满一大桌子 还请来了所有亲朋好友 大家围坐在一团 其乐融融 就在她跟众亲友举杯庆祝了一下 刚要将美食送进口中的时候 一下所有梦就都消失了 无比清晰的感觉袭来 刚睁开眼睛 一阵咕咕叫的声音从肚子传过来 王妃醒了 太好了 你一定是饿了 我给您端吃的 王妃还有什么跟我说 我都给您拿到面前来 王妃醒了就好 可有人来过 怎么了 上官月来过 王妃不知道 上官侧妃有多气人 大夫分明都说了 您除了外面看到的伤之外 身体是无碍了 上官侧妃非要强调 是土匪绑了您 让大夫再看看 如果不是王妃在 我不光要骂他 我还要打他呢 行了 这次的事情到此为止 你受的伤 本王会设法补偿你 作为条件 从现在开始 这件事情必须彻底烂在你肚子里 不得再跟任何人提起 王妃说的未免太轻松了些 即便你护着上官月 也不必这么招摇 这么明目张胆吧 若将我换成上官院 被那些土匪逼迫 你会怎么做 会不会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 最好将我扔给那几个三教九流的折磨 王妃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现在躺在床上的是上官院 你是不是会将我立即捉拿 然后关入大狱 交由宗人府审问 楚寒 这件事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紫晴 我不舒服 要休息 送王爷回去 请王爷王妃责罚 你这是做什么 我的哥哥做错了事情 伤害到了王妃 我自然是要跪的 王妃 我也是刚刚得知 我那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哥哥上官饶 竟然是这次绑架你的土匪之一 我替他给你赔不是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话 就不会让他做出这种事 还伤害了王妃 我说的是真的 如果我早些知道 一定会阻拦我哥哥的 不让他酿成如此大祸 让王妃受到惊吓 王妃 上官瑶人在何处 请少年军责罚 属下一时大意 将上官瑶跟丢了 人在什么地方跟丢的 就在上书府和我们不远的巷子里 所有人从上书府附近 方圆百米之内都给我搜 一处僻静的巷子里 上官瑶很容易就被找到了 并且扔死狗一样 扔在谢文武的面前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妹妹是韩文侧妃 韩文最喜欢她了 你要是敢对我下手 韩文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要打我 上官瑶 计划绑架我妹妹的 主谋是谁 谢文武 你滥用私刑 就算是告到皇上那 我也要你吃不了 多着走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背后的主谋是谁 谢文武要干什么 说出你的同伙 你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 随后一脚踢中了 上官瑶的脑袋将整个人都踢飞了出去 上官瑶 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说 是上官 刚刚开口 周围忽然出现了几个黑衣人 谢文武瞬间警惕 手中紧握匕首将上官瑶挡在身后 这些人一定是冲着上官瑶来的 府兵们也反应过来 冲上去跟黑衣人缠斗 黑衣人分出几人拖住府兵 又分出几人缠住谢文武 最后剩一个人直接来到上官瑶旁边 将上官瑶一击毙命 随后所有黑衣人快速撤退 你是在想如何编造谎言 上官瑶 你当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傻吗 京城之中的人都认为是我抢了你的正非之位 如今你哥哥上官瑶绑架了我 意图不轨 你说你不知情 会有人信吗 上官瑶 你应该庆幸我是活着回来的 要不然 现在你已经死了 王妃真的误会我了 如果我知道我那个愚蠢的哥哥要绑架你 就一定会拦着你不让你出府一步的 怎么会害你呢 就连这个消息 我也是刚刚才知情 正在急忙跑了过来 骗谁呢 你若不想害我 会知道用我父亲笔记的信件骗我出府 会让人刚好埋伏在我去将军府的路上 上官瑶 我说过 我不屑对你用计 若针对你 直接将你打杀就是了 谢遥 此事到此为止 走吧 臣妾见过皇上 给皇上请安 平身 此作 谢皇上 你来找朕 可是有事 回皇上的话 臣妾听闻京城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韩王妃的传言 心中忧虑 便来找皇上商议一下 是何传言 靖妃便将自己听来的都说了一遍 歇遥是否施了真结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的名声已经毁了 一个名声败坏的人 是不可以继续留在韩王府的 那样只会坏了韩王府的名声 坏了韩王的名声 你是何一 依臣妾之意 还请皇上下旨 即刻休息谢遥 以保韩王府的名声 保韩王的名声 朕知道了 若无其他事 你便回去休息吧 他要出宫 去韩王府 这件事情 他必须为楚寒解决 哥 哥啊 我没事 大夫看过了 也说我身体无碍 况且 我是神医 怎么可能让自己有事 胡说 你一直昏迷不醒 一定是什么地方受了重伤 医者不能自医 你不用瞒着我 当时 你也在城外 我被楚寒挽到了一会儿 到的时候 你已经昏过去了 然后呢 谢文武也没有隐瞒 又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 楚寒欺负你了 既然这里不适合你养伤 那你收拾一下东西 我去找楚寒 回来就带你回将军府 不必急着回去 出了这么大的事 将军府自然是要回的 但不是现在 现在外面的情况如何 你偷偷潜入近来 不只是单单过来 看我伤得如何吧 我去过山中了 把你杀的那些人的尸身 都为了野兽 是他们大意了 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容易逃脱 还有一个逃了 上官月的哥哥 上官瑶 上官瑶死了 我抓住上官瑶后 在即将问住你的时候 忽然有几个黑衣人出现 用最快的速度 将上官瑶斩杀 我没来得及阻止 这一星人训练有素 不是尚书府的人 应该也不是韩王府的人 你走之前帮我一个忙 把这个东西 下到上官月喝的水中 此物无色无味 不会被发现 只需要进了上官月的口即可 命人暗中杀了上官月 绝对不会有任何证据流响 现在的特殊情况 不宜给将军府惹来 更多麻烦和注意 而且 就这么杀了上官月 未免太便宜他了 我要让他活着 用活着来承受无边的痛苦折磨 妹妹放心 你哥哥我上阵杀敌都做得了 更别说这种小事了 上官月 必须付出代价 你确定还要留在韩王府 不跟我回去 不 我要亲眼看着上官月 受寂磨难 王爷 王爷 你在哪里 神志有一些恍惚 模糊间 眼前似乎还出现了楚寒的身影 他不自觉地想要抱上去 却扑了个空 疯狂的想法 不断地要让他失去理智 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想见楚寒 子凌 奴婢在 王爷今晚 可是在王妃那里 没有 王爷今晚哪都没去 好像是在书房处理公务 此刻应该回了昭阳殿了 好 准备去昭阳殿 侧妃深夜前来 可是有事找王爷 自然是有事 王爷 王爷 被指示指 侧妃 下去吧 是 我夜不能寐 甚是想念你 本想着偷偷过来看一眼就走 没想到 王爷此刻还没睡 便闯了进来 请王爷责罚 这么晚了 快回去休息吧 莫要染了风汗 王爷 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 满脑子都是你的身影 我怕你相信了谢瑶的话 误会了我 我不能失去你 月儿 本王还有要事需要处理 夜深了 你先回去休息 王爷 我今晚不走了好不好 让我留下来吧 本王还有公物 王爷 你真的相信谢瑶 不喜欢我了吗 上官月 吴峰 卑职在 将侧妃的玉筒拿来 打满凉水 是 魔光转回上官月 楚寒沉吟了一下 直接取了绳子 将上官月的手脚都绑住 王爷 你捆着我做什么 快帮我松开 我要伺候王爷 很快 吴峰将上官月的玉筒取过来 并且灌满了凉水 放在屋中便退了出来 楚寒直接将上官月 扔进了玉筒 不通 王爷 我难受 快让我出去 你先忍一忍 一会就好了 他的眼眸越发幽暗 他竟然中了毒 王爷 我们成亲这么久了 为什么你还要躲着我呢 你不知道我有多伤心 忍一两个时辰就没事了 你需要冷静一下 吴峰 守住门口 任何人不准靠近 等他无事了 去书房禀报本王 是 院门口的吴峰 听到房里人渗人的哭声 直接堵住了耳朵 王爷 他用尽全身上下所有的力气 朝着一个方向倒了下去 光当 玉筒倒了 人也倒了 凉水流了一地 上官越刚要松一口气 忽然 一阵眩晕感传过来 所有神智都消失了 一个时辰后 上官越睁开了双眼 只感觉头昏昏的 身边围着大夫 不远处处 楚寒也在 又是一阵恍惚 他怎么在这里 启禀王爷 测飞得高烧一退 只是 或许是他突然高烧 又在冷水中泡了一夜的关系 怕是日后 不能有身孕了 不能有身孕 王爷 我这是在哪啊 啊 好疼 王爷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我的小腹疼痛难忍 而且 我好冷啊 你昨夜染了风寒 我爱的 不必担心 这几日好好休息一下 就会好了 本王还有事情要办 就不陪你了 本王还命人煮了 屈寒的参汤 一会儿记得喝了 王妃 王妃 为何这么高兴 是捡到银子了 比捡到银子还要高兴 上官月出事了 是什么事情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 上官月昨夜染了风寒 不知怎么就病倒了 醒来之后虽然高烧退了 但是大夫诊断说 他不能怀孕了 消息准确吗 准确 十分准确 我是亲耳听到 诊脉的大夫跟子玲交代的 还嘱咐子玲给上官月 多准备一些补身的东西呢 谢瑶 你真的好狠呀 索飞 您的身子才刚好些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王爷会给您主持公道的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难道是来谢罪的 谢罪 谢瑶 该谢罪的人是你 你竟敢如此害我 策划绑架我的时候 就该想到 自己会付出什么代价 上官月 下回你再对我动手 我要的就是你的命 你会后悔的 王爷不会原谅你的 他原不原谅我 与我何干 你 紫晴 我想休息 让上官侧妃出去 是 谢瑶 你敢 莫非 你要让京城上下 所有人都知道 你现在的情况 你不会笑到最后的 上官侧妃请吧 以后请上官侧妃 再来的时候 让人通传一下 无缝 王爷在里面吗 侧妃请稍候 你怎么来了 王爷 你休了我吧 我都知道了 我已经不能再怀有身孕 不敢再留在王府了 不可妄言 你是本王的侧妃 与能否有孕 并无关系 我知道王爷宠我 但王爷是万七国的王爷 不是我一个人的 无法时时刻刻地护着我 今日 王妃可以下毒 知我不孕 明日 王妃就可能下毒 将我毒死 本王不会让你死的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 以后让无风 送你回紫燕阁 本王先去一趟扶云轩 王爷不要去 我只是心里知道 是王妃下毒害我 但并无证据 他毕竟是将军府的敌女 王爷无凭无据的 怕是会惹将军府的不满 不须多言 本王会为你主持公道 王爷且慢 我要跟王爷一起去 那你便随我一同去吧 谢遥 我累了 不见客 王爷请回 是你给月儿下毒 王爷果然是跟上官侧妃情深义切 我也是刚刚得知他不能有孕的消息 王爷便来问责 不知王爷何时能查出 是谁在幕后主使绑架了我呢 本王跟你说过 绑架的事情到此为止 休的再提 你不提是你的事 不要以此来威胁我 王妃请不要说这样的话了 王爷自然是关心你的 但王爷也有王爷的苦衷 我们做妻子的 要体谅王爷才是 上官侧妃 看来是身子恢复得不错呀 请王妃息怒 我也是为了王妃好 若王妃不愿听 我不说就是 还请王妃不要迁怒于我 给我下毒了 谢遥 你下毒毒害月儿 本王已经可以将你 送交纵人府查办了 王爷似乎认准了 是我给他下毒 不知王爷可有证据证明 不许证明 只需本王的一句话便可 楚寒 你不必如此麻烦了 你既然这么不想上官越 受到伤害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我一纸修书 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们互不相欠 闭嘴 修书之事 许从长计 我自然是没有问题 只要上官侧妃能坚持得住就好 深夜 冷月如沟 微冷的风吹动着窗户 微微作响 谢遥睡得并不踏实 窗户的声音有些吵人 忽然 院子里传来了善权急切的喊声 王妃 王妃 上官家 王妃的身子伤亡恢复 正是静养的时候 还请不要打扰王妃休息 还请尽快将王妃唤醒 无风侍尾被毒蛇咬了 王爷催王妃过去呢 无风被蛇咬了 王妃里哪来的蛇 子晴一听也懵了 连忙转身进屋 单权 前面带路 无风的情况如何 是被什么蛇咬的 你可知晓 那个毒蛇我也不认识 但是无风的情况很糟糕 来了 谢遥神色极其冷漠 面无表情地看了楚寒一眼 直接走到了无风跟前 蹲下身 准备先给无风检查一下 无风的情况表现为 口流咸 瞳孔放大 呼吸困难 甚至是抽搐 最多再有一柱箱的功夫 无风就会死去 你要干什么 无风是为被毒蛇索咬 已经毒发 随意移动 只会让毒发加剧 不可呼言 这是韩王妃 遗数远在你之上 是被什么毒蛇索咬 蛇的尸体呢 毒蛇并非京城附近所有 无人熟悉毒蛇的毒性 你可以有救治的把握 王妃请看 就是这条蛇 要了无风 我要先试着救一救 这是银环蛇 毒性极强 且毒发时间很短 无风被咬多久了 我需要安静 只留一个知情人即可 其他人都出去 你们都出去 本王留下 无风被咬到现在 大概有半个多时辰了 最要探头看去 眼睛一亮 是银环蛇血清 他早就默念多遍 一直没有 为何会突然出现了 没时间多想 既然有了血清 谢瑶就第一时间 给无风注射了进去 又做了些常规急救 就没再动作 密切观察无风的情况变化 无风有了足够的氧气供给 渐渐的身体也在恢复 他何时能醒 快了 无风 你家王爷遇刺了 无风的身体机能逐渐恢复 但刚刚是陷入了昏迷的状态 想要清醒 自然是需要一点刺激 保护王爷 本王无碍 不必担心 免礼 先坐下休息 蛇渡可否已经彻底解乱 战权 扶无风回去休息 本王不想再看到 府中有事发生 记住 此时到此为止 若毒蛇在紫燕阁出现 休怪本王无情 你怀疑是我命人放的毒蛇 无需怀疑 这种事从未在京城附近出现过 连大夫都不知名字 你未免太高看你自己了 我若要你性命 有千百种方法能让你不知不觉地死去 没必要用毒蛇如此麻烦 话落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哎呀 王妃 王妃快醒醒 静妃娘娘来了王府 此刻王爷和上官月都过去陪着 已经派人过来催您了 母妃 儿媳不孝 这两年 怕是不能为王爷开支散烟了 无妨 你也不必过于担忧 也许是那个大夫诊断错了 宫中有众多灵药 到时本宫让人多送来一些 调理一段时间 定能让你的身体恢复 真的吗 那儿媳先谢过母妃了 见过王妃 给母妃请安 见过王爷 你为何像上官月下毒 我没下毒 大胆 本宫还能冤枉你不成 母妃 事已至此就不要再追究了 我和王妃情通姐妹 她应该只是一时的糊涂而已 不是真的要伤害我 一时糊涂 唉 你就是太善良了 你是我的儿子 你的家世 就是本宫的家世 此事 本宫便做主了 谢遥 无才无德 狭隘善度 又被土匪迫害 贞洁不保在先 又毒害妾室 至上官月 伤了身体再后 自此刻起 谢遥不再是王府正非 逐出韩王府 从此 与韩王府再无瓜葛 哼 谢遥 这就是你的报应 母妃 谢遥并未被土匪绑架 只是出城游玩未归 此事 儿臣已经查清 外面的谣言 很快就会散去 就算是谣言 也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 连皇宫里都已知晓 事已至此 事情的真与假 已经没有区别 谢遥即便是 没有试了振洁 也不能继续 留在王府里了 母妃 请借一步说话 好 谢遥 本宫念在 你也是刚刚 嫁入府中 生性慰稳 暂且将你 这一次的事情记下 此刻起 你去谨言慎行 若再惹出麻烦 本宫 定要将你 逐出府去 谢遥 闻言顿了一下 看了楚寒一眼 失望地回到 儿媳谨记 自从竞飞来过之后 韩王府倒是安静了几日 谢遥让单权背了马车 直奔将军府 夫妻 好 回来就好 是我做事不够周全 让父亲担心了 多谢哥哥帮我报仇 他是你哥 帮你还不是应该的 哎 父亲 这话由我来说 似乎更为妥大 你还敢跟我提妥当 杨儿 快过来坐下 我已经命人 专门给你准备了参汤 一会儿啊 你要多喝一些 补一补身子 王爷找大夫给我看过 说只是饿极了 肠胃需要调养 这几日 不便吃些进补的东西 王爷找大夫给你看过了 那王爷有没有说什么 你都被土匪绑走了 那么久的时间 就算王爷嫌弃你 也没办法 换成谁也免不了 多想的 对了 那些土匪 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卓儿 你不要乱说 姚儿虎口脱险 理属不易 你就不要在火上浇油了 谢卓 你言之凿凿的样子 莫非你当时也在场 你的事情 经常中都传遍了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偏父亲还不让提 替你瞒着 这分明就是自欺欺人嘛 谢卓 不可胡言 她是你姐姐 我其实还好 毕竟已经嫁入韩王府了 倒是谢卓的情况有些不好办了 经常混迹一些酒楼赌场之类的场所 本就会造成风评不佳 如今又莫名怀了别人的孩子 日后怕是嫁不出去了 你血口喷人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说谎 对了 你已经将孩子留掉了 自然是死无对证的了 谢阳 你污蔑我 这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卓尔 你 娘 她冤枉我 她冤枉我 谢阳 这谣言你是听谁说的 这个谣言我不是听别人说的 是我自己随便说说的 谢阳 我今天非撕了你的嘴不可 啪 谢阳抬手一个耳光扇了过去 眼中一片冰寒 你听来的谣言就能用在我身上 我编了谣言 你就要撕了我的嘴 这是什么规矩 我 我也是紧张你 操心了外面的谣言 我不需要你的紧张 我刚刚是下谢拙的 你们不会都信了吧 去理饭菜做好 还有些时间 你先去看一下你祖父吧 是 父亲 劳烦力波通传一声 就说我带着新做的点心 来看望祖父了 有二丫头来看我这把搂骨头来了 直接让她进来吧 是 祖父 您在做什么啊 这是先帝赐的一件 金丝软胃甲 许久没有拿出来了 落落厚厚的一层灰了 刚清理完 顺便试试坚韧度 这次来怎么没带肉啊 我没带肉 您不是一样也让我进来了 嗯 嗯 嗯 虽然没肉好吃 但也不错 您年事高了 少吃点肉没坏处 我再给您整整脉 允许的话 我再给您烤一只鸡就是了 嗯 行 身体不错 我一会儿给您烤鸡就是 穿上 您这是 送给我了 您这是怕我再被人绑了去 你以为你现在的处境很安全啊 哼 孙女 多谢祖父了 不过这件宝贝 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有办法自保 少废话 让你拿你就拿着 所以你多谢祖父赐甲 软胃甲穿的时候啊 外面只穿一件外衣即可 关键时刻 能露出软胃甲即可 按照我说的做就是 到时你自会知行 行了行了行了 糕点留下人可以走了 祖父还请保重身体 我下次来再给您带些好吃的 记得 若你日后有难 将军府定会尽最大能力帮你 但若将军府有难 我必会回来 风雨同中 这是最后一次的药了 师父已经研究清楚 这药的身份 这药很特殊 我尝试了多次完全没有头绪 很可能是某个不为人知的 乡间廊中制造出来的 还是要请韩王妃过来一趟吧 再让她给一些药 然后看一看你目前的情况 公主不要忘了本王说过的话 药没了 命人去韩王府去便是 至于本王的情况 公主一直都在本王的身边 没有人会比你更加清楚 我要出去采买些药材 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你记得派人去韩王府取药 去趟韩王府 打打韩王妃 就说 本王的药吃光了 问她手中可还有药 本王愿意花重金购买 说她要来 就说府中不便 等方便了 自当过府邀请 是 谢瑶并没有在将军府久留 天还没黑就走了 打算在天黑前回到韩王府 忽然 马车一个急停 她不受控制的狠狠摇晃了一下 几乎是瞬间 她的心就提了起来 手摸到身上的软胃甲实 心中无比安定 外面怎么了 回王妃 是前面有一个女子 不知是何原因倒在地上 挡住了马车的去路 我下去看一看 去到女子身边 她简单整了整脉 刚刚皱起的眉头 随之舒缓开来 女子身体并无大碍 实地血糖导致的晕倒 紫青 帮我把她扶到马车上去 这人是谁啊 这个闲事也要管 这是韩王府的马车 肯定不怕那个大人 要怪啊 就怪那个大人 这女子都晕倒了多少次了 还是这样 马车内 谢瑶一边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一边给女子 静脉注射了一些葡萄糖 并没有注射太多 感觉差不多 便将吊瓶都撤了 你有没有给我吃了什么东西啊 你在节食 你怎么知道 多谢你救了我 刚刚是我鲁莽了 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贵人相助 粮食感恩在心 若恩人有需要的地方 粮食自当尽力而为 你这样下去 非但达不到你想要的目的 而且还会伤身 这几日你可否觉得 胃部不舒服 偶尔还会有反酸的迹象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也在 你也在减肥吗 我帮过几个朋友 他们的情况和你类似 如今都已经瘦了下来 只需要日常维持即可 不会太过辛苦的 真的吗 他们都是用了什么方法瘦下来的 恩人不介意的话 可否帮我减肥 我愿意重金酬些 反正你也是不吃饭 继续不吃即可 然后按照我说的 每日服下这些东西 三天后 如果你还愿意继续 就来韩王府找我 我是韩王妃 原来是韩王妃 粮食无意冲撞韩王妃 还请王妃见谅 无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韩王妃请留步 你可是来取药的 陈王的病情如何 回韩王妃 我的确是来取药的 幸得韩王妃医治 王爷的情况一直都在好转 每一日都比前一日更好 你来得正好 带我过去一趟 你家王爷的药料 也该有所改变了 韩王妃不可 这几日府中多有不便 等过几日 王爷自会亲自邀请 韩王妃过府 谢瑶扫了她一眼 立即明白了楚夜的用心 直接取了些药 递给清风 郑重地吩咐了一下 这些还够吃上几日的 先拿去 如果陈王服药后 有任何异常情况 立刻来找我 此药的用量 必须根据陈王的 实际情况来 多了或少了 都会伤及身体 大意不得 韩王妃请放心 我谨记于心 韩王妃 还有事 王爷说 不能让韩王妃又给她治病 又要自掏腰包 所以愿意花重金 购买韩王妃手中的药 药钱就先收着吧 谢瑶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妃 谢将军来了 正在福云轩等着王妃 好 我知道了 哎 对了 无风的情况如何了 王妃放心 无风的情况很好 好 哥 你怎么来了 进屋术 是将军府出了什么事情 没有啊 你听谁说的 我猜的 那你急匆匆地赶来 是为了什么事情 放心 短时间内 将军府不会出事 我来啊 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你被绑架的事情 不能再继续追查下去了 可以确定是谁插手了 但是这个人 暂时不是我们能惹的 知道了 你的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放心 绝不会拖将军府的后腿 下次再有下毒的事情 记得找我 别向这手下留情 该杀就杀 还有事吗 没有事就回去吧 哎呀 我下次来 记得做一顿饭招待我 知道了 见过王妃 免礼 感觉身体如何 可有不适的情况 啊 多谢王妃记挂 卑职已经无碍了 何事要找本王 启禀王爷 王妃已经给卑职查看过了 卑职的伤势已无碍 可以继续问您安全马后 不必急于回来 本王让你养伤 你就安心养着 何时彻底痊愈了 何时再回来不迟 吴峰的伤势 的确已经没有大碍 适当的活动 会加速她的痊愈 吴峰 那你准备一下 明日起 继续跟在本王身边 多谢王爷 多谢王妃 你的毒发间隔 吴峰 快出来 她立刻喊了一声 同时蹲下给楚寒诊脉 这一诊脉 她的神色一变 变得更深更沉 楚寒情况不妙 王妃 王爷怎么了 不必多问 把她拂进屋里 切记 此事不可张扬 你去外面守着 有事我再叫你 是 她便直接给楚寒抽了血 进行化验 并且加了急 令楚寒中毒的东西 她不光没见过 连在她穿越前 都没有听说过的 是一个叫做 忘忧夜的东西 忘忧夜是这里独有的 沉吟了一下 她魔光一闪 大胆地决定 先给楚寒洗胃加灌肠 屋中 谢遥做完这一切之后 直接将所有的气味 和污秽物试掉 做出了一个 更加大胆的决定 透析 她不光要将楚寒 胃中的毒素排出 更要将楚寒 血液中的毒素排出 楚寒忽然闷哼一声 紧紧皱眉 等透析完成 谢遥看着那两根管子 快速缩短 最后 在戒指处消失不见 你的手上何时有了戒指 很早便有了 本王还能撑多久 毒素暂时被压制住了 随时可能爆发 你最好在爆发之前 找到下毒之人 找到解药 若再爆发 我也没有把握 可以继续压制 你知道忘忧夜吗 忘忧夜 你从何处 听到的这个名字 你就是中的忘忧夜的毒 如果你能根据忘忧夜 判断是谁给你下毒 并且找到解药 那就尽快去做 我不清楚忘忧夜的毒性 暂时无法解毒 本王可以给你弄到忘忧夜 你需要多少时间 研制出解毒之法 少则三天 多则五天 而且需要大量的忘忧夜 好 本王会尽快给你送来忘忧夜 无奉于从明日起 归你调配 子灵奉命去找楚寒 为何还没回来 王爷 侧妃就在屋中 你快进去看看吧 月儿 王爷 您怎么来了 本王过来看看你 母妃已经命人 准备好了一些滋补之物 今日太晚了 明日便会送到 有王爷惦念 我就十分满足了 王爷还是快走吧 我现在的样子 怕要吓到王爷了 急派胡言 雪儿的样子 如何会吓到本王 我 我无法为王爷开支三叶 反应子嗣了 还请 还请王爷休了我 不要胡思乱想 你只需要安心静养即可 不必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不该嫁入韩王府的 这样 哥哥就不会把王妃当成目标 王妃就不会被害了 王妃也就不会心急之下给我下毒 那我就不会 可乱说 王爷 我想回尚书府待上几日 回去散散心也好 本王让人多备些礼品 你一起带回去 多谢王爷 吐寒又安慰了上官月一会儿 便借口还要公务处理 离开了紫燕阁 准备一下 明日一早 我要回尚书府住上几日 您都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了 尚官少爷被土匪截杀了 尚书府派人来送信 让你尽快回去呢 立刻准备 我要马上回尚书府 马车出发 直奔尚书府的方向而去 把门关上 上官月便转身去关门 结果刚一转换 啪的一声 就挨了一耳光 父亲 您为何要打我 你个孽障 都把你哥给害死了 还有脸跟我装可怜 父亲 我也是为了尚书府着想 只是没想到 哥哥如此不堪重用 谢遥之前一直在隐藏 嫁入韩王府后 才逐渐显露真面目 不仅不再嚣张跋扈 而且还精通医术 擅长做菜 已经日渐笼络了韩王的心 我要是再不对他动手的话 怕是侧妃都要做不了几日了 到时 尚书府的地位 也岌岌可危啊 一派胡言 父亲可知 是谁杀了哥哥 当然知晓 除了谢文武 谁还有如此天大的胆子 那父亲可打算 给哥哥报仇 此朝必报 尚书府虽比不上将军府 但未必就是怕了他 你常在韩王身边 可知韩王如今对将军府的态度如何 韩王 韩王对待将军府 还跟以往一样 并无变化 只是单纯被谢遥的改变吸引 你要继续留意韩王的态度和动向 有任何情况 立刻告诉我 是 父亲 父亲可是已经想到 对付将军府 给哥哥报仇的办法 他们杀了我儿 但是 就要为我儿陪葬 我要让整个将军府到陪葬 对 让他们都给哥哥陪葬 你回韩王府之后 这样去做 启禀王爷 身边上所有的忘忧夜 都被备职收来 备职已经命人 去查跟忘忧夜的一切相关信息 将所有人都派去调查此事吧 包括调查给本王下毒之人的 全部派走 务必尽快查到更多忘忧夜的下落 是 立步师郎的抚愿 今日热闹非凡 不时有人进出 志贤 你别怪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 伊菲的同僚们 哪个膝下没有孩子 你虽是胖了些 肚子又不争气 但我不怪你 只要妾是能给我们丁家添丁就行 娘 上他们多下去吧 儿子不纳妾 不纳妾 你拿什么给丁家传宗接代 娘 不可如此 您忘了 她的父亲可是当朝太尉 如今肚子不争气 就算她父亲是当朝太尉 还能帮你生育子嗣 反映后代不成 娘请放心 我一定会瘦下来的 强忍着泪水 她想到了泻咬给她的药 放在手心低头看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坚韧 直接吞服下去 唉 我当然是希望你瘦啊 但是丁家等不起呀 如果你担心妾室图谋不轨 那大不了 第一个孩子直接过季 给你养就是了 娘 只先说能瘦 就一定能瘦下来 我相信她 能瘦就一定有孕吗 大不了我给她一个月的期限 若她能瘦下来 你纳妾的计划就暂时搁浅 若她瘦不下来 你就安心的听为娘安排 娶了妾室 急言为定 嗯 就按母亲说的 以一个月为期 下个月的今天 我一定会瘦下来的 这些都是妄忧液 启禀王妃 这些都是妄忧液 虽然看上去很多 但因为妄忧液的保存条件 比较苛刻 需要阴凉通风的地方 所以每一个盒子里面 只有一株 王府中有没有储存 妄忧液的地方 有 王府的库房 能储存妄忧液 留下十株 其他的全都送去库房吧 气瑶说完 拿着手里的一株 直接进了屋子 吴峰 按照这上面写的药材 去采购 每一种都要先买上一些 吴峰领命 立刻退下去买药材去了 虽然药材吩咐吴峰去买了 但一些研究药性 药理的工具 他手头没有 而且戒指也不给力 他只能去外面 买一些替代品 或者买原材料 自己直接造成替代品 这些事情无法交给吴峰 只能自己亲自去做 谢瑶前脚刚出了韩王府 楚寒就看见了这一幕 眉头微皱 他已经说了 近几日不易出府 看样子 谢瑶根本没往心里去啊 沉吟了下 他眼中闪过一抹疑虑 远远地跟了上去 忽然 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快速地进了一个酒楼当中 紧接着 风轻出现 也跟着进去了 谢瑶挑眉 楚夜这是出来偷吃美食了 韩王妃 风轻 其外面守着 谢王爷 陈王放心 我来只是想顺便看一下 陈王病情如何 其他事情 我一律会守口如瓶 韩王妃言重了 本王不过是出来吃一顿 并非秘密 还请陈王配合诊脉 这几日服药后 感觉如何 与之前服药的感觉 可有什么区别 并没有什么不同 陈王为何出来用闪 难道是俯上厨子 比不上这里的 吃腻了而已 这几日食欲不佳 出来换个口味 是不是偶尔会反胃恶心 甚至还会呕吐 感觉腹部不舒服 韩王妃如果知道原因 还请直接告诉本王 陈王不必紧张 你的病情已经在好转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一直按照 之前的剂量服用药物 只要减量服用 症状就会消失 就在这时 包间的门忽然砰的一声 被人一脚踹开 你们在做什么 我在为陈王复诊 老五 没想到你也在这 既然如此凑巧 你也进来做吧 楚夜 被撞破了好事 就让本王一起吗 邪妖 你只要一日没有离开 韩王府 就一日还是本王的王妃 你必须恪守复道 不可给韩王府丢脸 我怎么不守复道了 如果你认为我不守复道 那便休了我 你以为我心罕当这个王妃 你休想 五弟你误会了 本王是吃腻了府里厨子做的菜 便出来吃一顿 没想到巧遇了韩王妃 她是来查看本王的病情 然后重新开药的 楚夜 你是看上谢遥什么了 竟如此为她开吐 她现在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就算你接受了她 父皇也不会同意死事 楚寒 我跟陈王绝对没有你说的那般不堪 我是奉旨给陈王治病的 你难道是连皇上也要怀疑吗 父皇让你给陈王治病 没有让你公议陈王 你干什么 随本王恢复 既然是复诊 我自然要将现在的药量告知陈王 否则陈王因服药过量发病 你是否为此承担责任 现在就给她诊断 诊完就随我回府 谢遥被楚寒硬拉着离开酒楼 马车快速离开 却不知道 暗处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 谢遥 这大白天的你躲在屋子里 屋门紧闭 莫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侧妃不可妄言 王妃正在处理要紧的事情 侧妃不要打扰王妃 无风 侧妃请回报 等王妃忙完了 背着再命人去通知侧妃 王爷和王妃在做什么 屋中只有王妃 王爷并不在这里 那你为何不贴身保护王爷 反而在扶云轩 也怕王妃有危险 派背着过来专门保护王妃 你让王妃出来 我有要紧事情跟她说 上官月 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我没那么多时间给你 你确定要让我在这里说 如果你知道我要说的事情 一定不会愿意我当众说出来的 要说就说 不说我回去了 巨妖 有些事情你做得出来 但我说不出口 总之 你的德行不配嫁入韩王府 更不配成为韩王妃 我劝你 自己主动提出被休憩 还能留下些颜面 若等我将事情告知母妃 你不光会颜面扫地 甚至还会连累将军府 也被上骂名 我听不懂你说的 要告知谁都随便你 谢遥 我不点名是给你留了脸面 你别敬酒不吃吃法酒 无方 我需要安静 院子里不要有外人存在 是 王妃 见过王爷 你怎么在这里 王爷 我知道您派无风在这里 是保护王妃的 但王妃却忠言逆耳 利用无风当挡箭牌 不听我的劝阻一一孤行 我知道王妃是厌恶我 但我真的是为了她着想啊 只要王妃能听进去一句 我就算被赶出院子也无妨 她赶你出院子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知错能改善莫大烟 只要王妃愿意改 我宁愿将这件事情 烂在我自己的肚子里 一定不会跟别人说 可是 王妃很固执 根本不愿意听我说 先别急 究竟发生了何事 说来给本王听听 我从尚书府回来 听到了一些 关于王妃的传闻 说王妃经常出去 私会男子 而且举止大胆 还有一些 误会不堪入耳的话 我学不上来 见有人如此侮辱王妃 我自然不能视而不见 便上去跟他们理论 可是对方言之凿凿 我根本辩不过 写瑶 这都是你做的好事 楚涵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走得正行的端 无惧那些流言蜚语 若你认为给病人复诊 都是如此龌龊的事情 那不如我们去见皇上 请皇上攻断 你不必拿父皇来压本王 你做的丑事 丢尽了本王的颜面 还好意思去找父皇 王爷 王妃究竟做了些什么 难道外面传的那些 不是谣言吗 王妃 你 你是王爷的正妃 你怎么能做出 这样的事情 我还以为 外面的传言都是假的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私会男人 你这样做 我如何能对得起王爷 你让王爷日后 如何在京城立足 如何在中皇子之中立足 如何面对父皇 我私会男人 你是从何处听来的 王妃还要否认吗 王爷都这么说了 我原本是不相信那些传言的 但是我相信王爷 不过 你能听到那么多坊间传闻 我却一句都听不到 这就有些奇怪了 紫晴 你跟吴风一起出府 去坊间打听一下 看一看 究竟有多少关于我的传闻 是 王爷 我忽然有些头晕 吴风 你送侧妃回紫燕阁 是 你给本王安分守己一些 若再做出一些 不可守复道的事情 本王绝不挤肉 我可管不住别人的嘴巴 谣言止于智者 你不是傻子 凡事多动动脑子 也对得起你皇子的身份 紫晴 我还有事要去做 替我送客 王妃 王妃 靖妃娘娘派人来 照您入宫 去准备衣服吧 是 儿媳见过母妃 给母妃请安 你可知本宫叫你来 是为了什么 儿媳不知 不知 你当本宫是笼子吗 还是以为你做的丑事 不会传入宫中 传到本宫的耳朵里 儿媳确实不知 母妃所说的是什么事情 还请母妃明示 你为何要主动勾引陈王 本宫不久前才警告过你 没想到你如此不把本宫的话 放在心上 转头就做出此当丑事 简直丢进了本宫的脸 不知母妃是从何处 不听来的谣言 儿媳只是给陈王立行复诊 从未做过其他的事情 复诊为何不去陈王府中 反而要在一处酒楼 当本宫是傻子吗 儿媳也曾主动提过 要去陈王府复诊 但被陈王拒绝了 之前在街上偶遇 才得以复诊 陈王拒绝 你倒是好大的胆子 如此不守复道的事情 也敢找陈王帮你开脱 真相如何 母妃一问便知 坊间是否真的有谣言 儿媳相信 也瞒不过母妃的眼睛 儿媳所作所为 问心无愧 还请母妃明察 不要以为陈王病了 你就有可趁之机 皇上只是让你 给陈王治病 你若敢肖想些其他的 别说本宫不会放过你 皇上也不会让 这种丑事发生 儿媳只是在 给陈王复诊 你 婧妃火气上涌 气得一指泄瑶 刚要再说点什么 忽然眼睛翻白 竟是晕了过去 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来人呀 娘娘晕倒了 快去请御医前来 我懂医术 先给母妃看看 你去叫御医 韩王妃 娘娘已经晕倒 不可煽动 还是请御医过来再说吧 你要干什么 快来人 韩王妃要对娘娘不利 我在治病 韩王妃给娘娘服效的是什么 难道要谋害京妃娘娘 我要是想害娘娘的命 我和整个将军府 都会赔偿性命 是你们傻还是我傻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会医术 娘娘情况紧急 我若是不救娘娘 你们还有我 都会被列为 杀害娘娘的凶手 东沃儿 扶本宫起来 娘娘 娘娘您醒了 刘嬷嬷已经去传御医了 您先洗一会儿 御医马上就到 本宫没事 娘娘 是韩王妃要害您 刚刚本宫昏迷之时 究竟发生了何事 骑兵娘娘 韩王妃趁您昏倒的功夫 又是捆您的手臂 又是给您喂毒 想要害娘娘 血瑶 本宫召你入宫是在教你 让你成为一个合格的王妃 想不到你竟然怀恨在心 要谋害本宫 来人 将他拖下去 听后发落 慢着 刚刚母妃晕倒 儿媳是在设法施救母妃 并非谋害 若是谋害 母妃此刻即便醒过来 也会觉得浑身不适才对 你既然是在救治本宫 那你说一说 本宫为什么会晕倒 又是如何救治的 谢瑶心里清楚 静妃仍旧对自己有所怀疑 于是将救治过程简单说了一遍 母妃平日里 可是爱吃一些油腻之物 或是一些动物的内脏 是 您平日里 可有手脚发麻的情况出现 本宫怎么可能有那种病症 本宫平日里很健康 香栋 你去七一壶茶来 谢瑶 你过来些 离得太远 本宫现在无力大声说话 是 本宫手脚发麻的事情 不准外传 本宫得的是什么病 该如何治疗 你得的是高血压 高血脂 而且 还有些血愁 本宫得了这么多病 这血压 血脂又是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因为母妃 平日里缺少运动 过多食用油腻的饭菜 以及动物内脏 经年累月下导致的 这还只是发病初期 等到了后面 你运到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甚至还可能造成脑梗 心梗 腔梗 脑出血等症状 一旦发病 有极大概率会死 把你之前给本宫服用的药 再给本宫一些 你说的病症 本宫该如何治疗 母妃 刚刚听工人说母妃晕倒了 现在好一些了吗 本宫没事 不过是这几日没什么胃口 吃得少了些罢了 血瑶已经给本宫整过脉了 无碍的 母妃可找御医看过 你就如此信不过她 她连楚夜的病都能控制住 给我诊脉不过是小事 月儿 你身子还没好 怎么又进宫了 儿媳是想念母妃了 想要进宫给母妃请安 母妃若是觉得口味寡淡 让王妃给你做一顿膳食可好 王妃经常在府中下厨 每次都会香气四溢 连王爷有食都很喜欢吃 对吧 王爷 哦 她会做饭 王妃不仅会做 而且厨艺极甲 王妃常说 御厨的厨艺也比不上她 血瑶的厨艺的确不错 若母妃不前行 便让她下厨试一试 请母妃见谅 儿媳今日不小心伤到手筋 不敢吃力 等过几日儿媳手康复了 再来给您下厨可好 这会儿外面空气凉爽 儿媳扶您去走走吧 也罢 那你就扶着本宫出去走走 你们都留下 有韩王妃一人陪着本宫即可 本宫的病症 不能和楚寒说 好 本宫的病症该如何治疗 母妃的症状并不难治 但需要长期坚持 首先你要多喝水 多走动 然后从今日开始 不能再吃油腻的食物 更不能吃动物内脏 要饮食清淡 多吃蔬菜水果 最后要饮食规律 作息时间也要规律 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最难的一点 您还需要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就这些 不用服药 试药三分毒 以您目前的情况来看 并不需要服药 别以为你做了这些 本宫就会原谅你勾引储业的事情 如果再有类似的消息 传进本宫的耳朵里 本宫绝不轻饶 不过有时候消息也分真假 王爷来了 儿媳就不打扰娘娘和王爷了 先行告退 路上快些 尽快到韩王府 听吴峰说起过 忘忧业一株价值不菲 而且不易得到 他尽量不浪费那株 忘了收起来的忘忧业 发光 忽然一声巨响 同时 马车猛然一个急刹车 谢妖立刻用手扶住车厢 这才没有被惯性甩出去 怎么回事 请王妃责罚 奴才把别人家马车撞了 我还以为是谁呢 没想到是韩王妃 原来是南宫公主 韩王妃这是着急去哪儿啊 回府 马车可还能用 车府检查了一下 摇头 谢妖微微皱眉 看了一眼路程 距离王府应该不远了 走着回去 我还有急事 就不陪南宫公主了 修马车的银子 我这两日让人送到驿站 韩王妃请留步 既然我们再次巧遇 我刚好有些问题 想要问一问 还请韩王妃如实告知 南宫公主可能没听清楚 我有事要去处理 公主的问题 等我们下次见面再说不迟 因为陈王的病情 我极少能离开陈王府 更显有机会遇到韩王妃 既然韩王妃急着走 不如我也一同前往 也许还能略尽棉薄之力 我的事情不劳公主费心 既然公主有疑问 不如现在说出来 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韩王妃艺术精湛 连陈王的劳病都能救过来 堪称事件少有 如此精湛的医术 不知韩王妃是师从何人 我师父外号赤脚大夫 行踪莫测 最喜欢游历名山大川 赤脚大夫 医术如此精湛之人 为何我没听过 这只是我师父的绰号 他的真名我也不知道 师父教过我 即便万不得已行医了 那也不要被人知晓名字 我后来也无法寻找到他 极有可能 那就是他当时 临时用的一个名字 你是他的徒弟 他都不告诉你真名 这种事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也觉得奇怪 如果你找到我师父了 一定要让他说一说 为什么不告知我真实姓名呢 怪伤我心的 此事皇帝也知道 不信的话 你可以入宫问一问皇帝 我自然是信的 近日成王的病情好了许多 我也不必时刻守在成王府了 近日刚好巧遇韩王妃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该讲不该讲 那就不要讲了 我的确有急事 既然公主的问题已经问完 那么下次再会 难得遇见 讲还是要讲的 我一直就想跟韩王妃 切磋一下医术 但因为陈王的病情 也一直没有时间 如今有机会了 不知韩王妃什么时间方便 我们随便找个人见证 切磋一下即可 那实在太不巧了 我今日很忙 恐怕没时间和公主切磋 下次吧 瑟菲 查期好了 对了 外面人说 瑞公主回京了 你出府一趟 去一下瑞公主府 告诉瑞公主就说 我想她了 但又戳不开身 让她过府一叙 上官月突然想到一事 很重要的是 只有瑞公主来了 才能让谢瑶 没办法翻过身来 瑟菲 您怎么忽然很喜欢看医书 啊 偶尔感兴趣就拿来看看 对了 让那个过来的厨子走吧 她已经教不了我什么了 是 一个时辰后 瑞公主抵达紫烟阁 刚一进院子 瑞公主就故意玩闹地高声嚷道 上官月呢 叫本公主过来 还不快出来迎接 见过瑞公主 这还差不多 拿着 这是我专程给你带回来的 瑞公主笑着 让人拿过一个盒子 递给上官月 这金子是紫色的 挺稀罕的 公主有心了 出去游玩 还不忘给我带礼物 多谢公主 哼 哎 你不是说你抽不开身吗 怎么了 五哥进你的族了 我去找五哥 给你求情 王爷没有进我的族 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哎 怎么了 是谁欺负你 告诉我 我给你报仇 是不是谢遥 还请公主给我做主 谢遥 你给我出来 奴婢见过瑞公主 谢遥呢 让她出来见我 她在里面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她为何要将门窗紧闭 而且还做了遮挡 原来是瑞公主回来了 谢遥 你鬼鬼祟祟的 躲在屋子里 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楚瑞看见谢遥就不顺眼 冷哼一声 直接漫步往里走 我的房间 今日不便参观 若瑞公主感兴趣 择日再来 我不是参观 而是捉脏 王妃 你还是如实说吧 若是被瑞公主捉到 王爷也保不住你 吴风 不要让任何人进屋 是 五哥在这儿 不是 是王爷派了吴风在这里 大胆 你竟敢拦我 回头我让五哥治你的罪 还请瑞公主恕罪 卑职质在身 你 你最好现在就将门打开 我还可以去五哥面前 替你说几句好话 不然 我现在就去叫五哥来 既然瑞公主要去见王爷 那我就不送了 请 送客 谢阳 不要不知好歹 你以为一个吴风就能挡住我 今日这屋子 我一定要见 瑞公主如此言之凿凿 莫非是得到了什么确切的消息 你让吴风挡着不让我们进去 分明就是心虚 此事 我若是没看见也就罢了 如今我既然看见了 你的丑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瞒得住 还不快让吴风让开 王妃 不妨 就让吴风让开 让瑞公主进去看看 若你没做错事 瑞公主也不会纠正你不放的 我是否清白 并不需要别人来证实 倒是上官侧妃 把瑞公主请过来 想必是塑了不少苦水 可是连你不能怀孕的事情也一并说了 楚瑞因为人在谢瑟的背后 所以并未听清谢瑶的这句话 谢瑶 你大胆 竟敢当着我的面威胁上官月 公主不用管我 正是要紧 上官月 你在这里守着 别让谢瑶破坏证据 我去找五哥 你们在干什么 成何体统 五哥 你来得正好 谢瑶紧闭门窗 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要进去查看 她还让吴峰拦着我 不可无礼 王爷息怒 我跟瑞公主闲聊时 公主得知我的近况 便震怒着就要来找王妃 我也阻拦不住 五哥 你不要怪上官月 要怪就怪谢瑶 是他欺人抬慎 谢瑶做了坏事 当然要受到惩罚 上官月好欺负 我可不好欺负 五哥 你让吴峰把门打开 只需进去一看 就知道谢瑶在做什么坏事了 王爷 我也相信王妃是无辜的 但事情已经发生 若不让王妃打开门 以示清白的话 怕是又要有一些流言飞语传出来了 我倒是忘了 上官册飞在流言飞语上 极具天赋 现在又要给我再追加一条吗 既然瑞公主认定了 我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自然是有所依据的 但若瑞公主找不到你要找的证据 又该当如何 不可能 哼 你名声卑劣 在京城无人不知 虽嫁入了韩王府 但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你先是毒害打压上官院 后又勾引我三哥 你什么丑事做不出来 我只怕一会儿你做的丑事 让我震惊 若我找不到你做丑事的证据 你让我如何 若找不到 瑞公主便趴在地上喊三声 我是蠢猪 再学三声猪叫即可 谢瑶 你 一言为定 上官侧妃 也要加入我和瑞公主的赌约之中吗 这是王妃跟瑞公主的赌约 我就不参加了吧 既然如此 那你便在外面等着吧 你若进屋 我便是你也加入赌约 谢瑶 你竟然在王府里研制毒药 你可知罪 没想到瑞公主也懂医 不知道说的是哪种毒药 明知故问 你研究了何种毒药会不知 我研制了多种毒药 也不知瑞公主指的是哪一种啊 楚瑞没有再说话 不过里面传来了一声东西掉落的声音 瑞公主是来找证据的 还是来拆家的 损坏的东西都是我的心头爱 全部要加倍赔偿 那个偷偷放置的盒子里装的是一种毒素 而且还是楚含体内新出现的一种毒素 上官月为什么会有这个毒 难道与尚书府有关 这是什么杂草 怎么到处都是啊 紫青 瑞公主损坏的东西全都记录下来 谢瑶吩咐了一声 回头看见上官月已经站在屋子里了 上官侧妃就是想好了 我本身好心关心王妃 既然王妃如此 那我就加入你们的赌约又如何 我自然是没有问题了 不过瑞公主贵为公主 身份不是你一个妾室能比的 所以瑞公主需要叫三声 而你需要叫六声 瑞公主 搜得仔细些 衣怪床脚之类的一个都不要放过 瑞公主 你可一定要仔细些 谢阳 你究竟将证据藏在了何处 若再不交出来 我就让人将这里拆了 你一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东西被拿走了 一定就是谢阳搞的鬼 该死的谢阳 一定是提前发现了盒子不说 还故意引他上当 主瑞又翻找了几处 仍旧没有发现 完全没有发现 谢阳给上官月下毒的毒药 也没有发现 谢阳和其他人的信件 然后 才兴兴地走了出去 算你狠 把什么东西都给销毁了 两位 请吧 哼 量你也不敢惩罚我 他日 不要再做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然我见一次还是要查一次 瑞公主会错意了 我说的请 是开始你输掉赌约的惩罚 谢阳 你敢 我是皇家公主 哦 原来皇家公主还是有特权的 可以 谢阳 今日的闹剧到此为止 各自散了 还不回宫 等着继续在本王府中闹事吗 是 五哥 哼 瑞公主请留步 谢阳 刚刚 瑞公主一共毁坏了忘忧叶一株 其他重要九种 还有 更重要的 公主损坏的忘忧叶是关键样本 将直接影响接下来的炎制 所有损伤 你稍后可以报给吴峰 他会如数全部不给你 不必了 既然王爷如此不重视 炎制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一会儿让吴峰将所有东西都搬走吧 楚瑞 履行承诺 五哥 不可 我若做了 遮损那是皇家的脸面呀 若父皇知晓一定会责问的 你也知道遮损那是皇家的脸面 上官月 我是为了你出头的 你帮我履行赌约吧 反正你是要趴下雪珠教 只要你帮我 我一定不会亏待了你 公主是为了帮我才来的 虽然输了赌约 结果自然是我来承担 说完 他转向泄遥 眼中的怒火 剩得仿佛要将其吞噬 然后 缓缓蹲下 趴在了地上 我是蠢猪 我是蠢猪 接连喊了九声 又学了九声猪教 上官越艰难地做完这一切 觉得 漫长地仿佛过了一辈子一样 还差三次 谢遥 我分明都已经按照赌约做了 王爷也在 难道你还想污蔑我不成 谢遥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是诚信之人 所以让上官越帮我履行赌约 并不是怕了你 开始赌约时 我就已经说明 公主的三次等于上官测飞的六次 莫非公主打算自降身份 跟上官越一样 楚瑞哑然 自降身份的话 他是绝对说不出的 上官越更不敢说自己跟公主一样 所以只能乖乖又照做了三次 整张脸已经仗成了猪肝色 起身后直接道了句 身体不适 陶一样离开了 我累了 子晴 送客 事情过去 韩王府倒是平静了几日 表面上看各自相安无事 谢遥算了下时间 是时候回将军府看一下 那祖孙三人的中毒情况了 便直接离开韩王府 临走前 他命人将研制好的解药 给楚涵送了去 子晴 去准备两条鱼 要大一些的 再准备些木柴 就跟上次烤鸡一样的就想 韩王妃 您来得正好 快进去看一看老将军吧 祖父怎么了 您进去一看都知道了 老将军 韩王妃来了 哼 他还知道来 里面传来一声不满的冷哼 紧接着 老将军出来 一看谢遥两手空空 又立刻折返回去了 都没有一点小心 不见 祖父 我已经让子晴去准备了 今日给您烤鱼 祖父还没吃早餐啊 您接着吃 一会儿凉了 我吃完了 莫里 竟然把这些暗影的东西都端走 老将军 您多少吃一点吧 身体要紧 您看您这几日都瘦了好几斤了 李伯 您先出去吧 祖父还没吃饱 莫里 仔细你的皮 来 快吃早餐了 不吃 你不吃早餐的话 胃就不会那么活跃 等到中午的时候 他以为你还不吃东西 还是不会活跃 结果您还没等吃几口烤鱼 胃就装不下了 您只能干看着了 您前几日吃的少时 还会觉得饿 这几日是不是越发 不会觉得饿了 我吃 行了吧 是孙女考虑不周 若祖父缠了 便命人去找我 我即便回不来 也可以做一道菜 让人送过来的 这还差不多 莫里 进来收拾桌子 不必麻烦你一搏 我来吧 放着 你把我撑成这样 得陪我去府中走走 老将军 你 把嘴闭上 收拾桌子用嘴啊 老将军一声呵斥 朝着外面走去 陈王的病情如何了 已经在好转了 不过 老病不容易痊愈 再加上陈王患病太久 太深 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痊愈 不急 慢慢治 您是说 一旦陈王痊愈 我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永远不要把希望 寄托在别的人 或者别的事情上面 只有自身足够强大了 才足以抵御一切 谢遥认真听着 心道 不论什么原因 他慢慢治着 陈王的病症就是了 劳病 也的确不是 一日两日 就可以康复的病症 行了 我累了 你问问子晴 把鱼准备好了没有 我饿了 已经去准备了 应该很快就会送到 不过 烤起来要费些功夫 怕是要午膳的时候 才能吃上 行吧 那我就再忍一忍 谢遥复食的流液四周 扫上一眼 有事 嗯 这里说话方便吗 跟我来 祖父 这是我研制的解药 扶下就可以解掉 您体内的毒 我知道 贸然解毒 可能会引人注意 所以还另外 准备了一种药 说着 谢遥又取出了 一枚红色药丸 扶下它 您所有的情况特征 都会跟解毒之前 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这不是中毒 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 如果想解除这种现象 只需要一口茶水 配一般大蒜同服即可 单独喝茶 或者吃大蒜 都不影响 老将军老眼一亮 拿起两枚药丸 放在手中 仔细端详 黑色是解药 红色是假毒药 正是 你的假毒药 有几成把握骗过 九成九 我根据毒药的 每一种成分 分别对应了 毒性减弱后的药材 然后混合而成的 除了毒性之外 其他特点 几乎可以以假论真 嗯 行 等谢梁和谢文武回来 我们散人一同服下 这两枚药丸 父亲和哥哥去哪了 他们出城 帮我抓野味去了 算段时间 应该也快回来了 王妃 奴婢刚拎了两条鱼 往这边走 忽然出来一个 不认识的小姐 把鱼抢走了 奴婢不知道她是谁 就没骂人动手 莫里 跟着紫行过去 把鱼抢回来 祖父 不过是两条鱼而已 再去取就是了 若再为两条鱼 争执一阵子 怕是上午要吃不上烤鱼了 紫行这才领命 再去取鱼 不一会儿 紫行回来 手里拎着两条大鱼 不过满脸怒容 怎么了 奴婢又遇见 那个抢鱼的小姐了 她还要抢我的鱼 看打扮 不是下人 应该是哪家的小姐 哦 启禀韩王妃 府中外来的小姐 只有一个 说是大少爷 从外面领回来的 是大少爷 已故夫将的妹妹 王妃 就是她 是她连续两次抢鱼 你还能干点什么 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还想嫁给我哥 远远地看见谢瑶过来 谢卓眼底闪过一抹慌乱 对着女子道 行了 我还有事 你自己多多想想吧 说完 就装着快速离开的样子 实则是在转弯处藏了起来 见过韩王妃 你认识我 我 我曾有幸见过韩王妃一面 当时距离较远 韩王妃应该是不记得了 我的确是不记得了 是你抢了紫行的鱼 王妃息怒 我不知道是王妃要用鱼 只是一时嘴馋 还请王妃恕罪 你叫什么名字 民女无柔锦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哥哥是谢将军的副将 是谢将军让我在府中赞助的 你想嫁给我哥 我 我知道我配不上谢将军 只求能给谢将军做妾 伺候谢将军就好 做妾 子晴 我们走吧 是 打了这么多 这些日子有些手痒 一不留神就打多了 你放心 我的伤已经好了九成 一次受炼而已 不影响 祖父这几日都没怎么吃饭 据说祖父这一顿 吃了一整条鱼 你什么时候也给我考一条 谢尧把药丸拿了出来 像是一个红小孩子的坏阿姨 只要你先吃黑的 再吃红的 我就考虑考虑 谢文武看了一眼 猜到是解药的药丸 只是奇怪 为什么是两枚呢 也没多问 一口将黑色药丸吞下 就伸手去拿红色的 哎 别急 等一会再吃 先闭着眼睛 仔细感受一下 我怎么感觉好像体内的毒 全都解了 全解就对了 这颗红色的 是可以让你恢复之前的中毒症状 但并非中毒 无论是谁给你们诊脉 都不会看出任何异样 有中毒症状 却不是中毒 妹妹 你简直是天宗奇才啊 那是当然 有我这样的妹妹 你就偷着乐吧 王爷 寓衣已经在路上 很快就到 老管家阿良在床前盯着 寸步不离 床榻上躺着的平息王 脸色极差 轻笑了一下 何必教寓衣 随便叫个大夫来就好 不可 您的病情 寻常大夫岂能看得好啊 即便是御医能医好本王又如何 你命人去宫中请御医 御医也未必会来 你还是去一趟韩王府吧 让小五过来 本王想最后见他一面 老奴知道您此次回京 就是为了见韩王殿下 已经命人前去给韩王送信了 那便请他们夫妻二人一同前来 他们成亲时 本王没能赶过去 现在正好 一起见一见 王妃 王妃 王爷有请 府中来了贵客 没有 那他叫我过去做什么 呃 府中的确来了一个人 不过应该不是京城人士 说是有人要请王爷过去的 至于为何叫王妃 奴才多胆猜测 王爷应该是要和王妃一同前往 不去 无妨 你直接跟他回复我的原话即可 又过了会儿 楚寒出现在院中 沉声道 谢遥 上官侧妃温柔贤说 知书达理 你带他去才是对的选择 子行 给王妃更衣 是 片刻之后 他穿戴完毕走了出来 我们要去见的人身体欠疆 你还是将药箱也带上吧 想了一下 他还是回去拿上了药箱 一会儿要见的人是平溪王 他的身体很差 如果可以 本王希望你能出手救治 等到了看情况吧 能否医治 也要看患者的病症和心态 多谢了 皇叔 您怎么坐下来了 本王躺了一整日了 坐一会儿无妨 你也过来 陪本王坐会儿 那好 我就陪您坐着 我来沉茶吧 这位就是侄媳妇吧 见过皇叔 给皇叔请安 不必拘礼 过来坐 小五子 你媳妇懂依依 皇叔 您别这么叫我 你看本王的记性 忘了你已经取心 用之前的称呼 确实是不妥 皇叔 用茶吧 皇叔镇守西江多年 一次都会回来过 今日突然回京 是为了何事 本王这次回来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家了 打算长住下来 不打算走了 您的身体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生老病死 忍之长情罢了 皇叔可找御医查看 不必了 本王的身体如何 本王比他们都清楚 招他们也是白费时间 平白地影响心情 丫头 黄叔 黄叔您说 你是谢怜的女儿吧 谢怜正是家父 没想到那个家伙 能生出个这么漂亮 懂事的女儿 是他寄来的福 黄叔谬赞了 黄叔 本王虽然身体欠家 但不是笼子瞎子 这一点判断力还是有的 而且本王说的话 自有本王的道理 你现在可以不信 等日后自然会信 黄叔 身体要紧 既然您不愿 请御医大夫 那就让谢怜给您看一看 如何 本王知道你的心意 但本王更知道 自己的情况 平白地有了希望 到最后却还是要失望 何必夺此一举 黄叔 既然您会有希望 就证明您没有放弃过 既然不曾放弃 又何必惧怕 区区一次的失望呢 好一个 惧怕失望 本王听你的 不妨再燃起一次希望 芷媳妇 我这把老骨头 就交给你了 黄叔言重了 让我先看一看您的情况 平溪王就将唯一一个健全的胳膊 伸了出来 谢怜刚要伸手诊脉 就听平溪王忽然发出一声闷哼 整个脸瞬间就白了 阿良听见声音 立刻推门而入 健壮面色大变 不好 王爷犯病了 无妨 忍一会儿就好 黄叔 您可是双腿疼痛 谢怜一边说着 手指已经搭在了平溪王的手腕上 听诊器拿在另外一只手上 继续问道 黄叔每次会疼多久 除了双腿 可还有什么位置也会疼痛 王爷最初半年才会疼一次 现在越来越频繁 可能三五天就会疼一次 疼痛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现在的话疼痛大概要小半个时辰 才能完全退去 疼的位置倒是没有变过 一直是在双腿的小腿处 撩开平溪王的衣服 用听诊器听诊 就在这时 平溪王忽然用手捂住心口的位置 脸色更白 呼吸也没了 直接晕了过去 王爷过来帮忙 这些东西怎么如此稀奇古怪 这样也能救人 如何帮忙 谢怜直接将呼吸气囊 跟气管插管接好 然后将球囊塞到楚寒手中 一会儿我让你捏 你就捏 让你松手 你就立刻松手 记住 要轻轻地捏 力度宁可轻一些 也不要重 捏 捏 松 一连数次之后 平溪王终于恢复了心跳和呼吸 谢遥健壮 也松了一口气 黄叔情况如何 可还有性命之忧 只能说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 但是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需要进一步观察 有几分把握 没有把握 多谢韩王妃出手相救 梁伯不必如此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黄叔发病 其实此次能够平安抵达京城 并且见到了韩王殿下和韩王妃 王爷就已经没有遗憾了 又过了一会儿 谢遥再次检查了一下平溪王的情况 确认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便将注意事项都告诉了阿良 然后准备离开 黄叔的情况 可有办法治愈 你应该问 我想不想帮他治愈 你不想治愈黄叔 为什么 你害怕治愈了黄叔 会被父皇问罪 你既然比我更清楚 又何必多此一问 若他做了 便是为了一条性命 给了皇帝一个 可以针对将军府上下 上百条性命的机会 今日的事情 还是多谢你了 切记 此事不可外传 启禀王爷 有发现了 何事 给您下毒的人 找到了 是谁 是沐王 死哥 找到证据了 被知是从每日 给王府供给的蔬菜肉类中 找到一种毒素 又在您专用的香炉中 找到第二种毒素 这两种东西 其实算不得毒素 但混合在一起 便能让您中毒 被这又从去过 这两家店的人中 筛选出两个可疑的人 他们都认识一个 叫做周亚一的人 而这个周亚一的堂兄 就是沐王的人 王爷 要不要抓人 找个理由 把那两家店疯了 将那两个可疑之人 也抓起来 言行考文 王爷 不抓周亚一吗 不抓 先让人盯着 如果周亚一 去找他堂兄 再一并抓起来 原来王爷 是要隐事出动 被知明白 二小姐 奴婢从外面回来 听到了一个 关于大少爷的传闻 什么传闻 据说皇上 要给大少爷赐婚了 对方还是个郡主呢 大少爷真厉害 咱们将军辅到 跟着沾光 消息准确吗 奴婢不知 不过坊间都在传 应该差不了 你去将这个消息 告诉吴柔锦 周嬷嬷 哎 大少爷 老奴在 你进去看看 大少爷今天怎么了 屋里 吴柔锦 将外面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 顿时心都跳到 嗓子眼了 你是谁 周嬷嬷看到了什么 竟然有一个 一丝不挂的女人 在大少爷的床上 而且正在 慌慌张张地 穿着衣服 周嬷嬷又走进了一步 是哪一个胆大的 小贱人 难道不知道 大少爷定下来的规矩吗 竟然擅自闯了进来 哎 这张脸 吴小姐 竟然是你 我 我 念在你哥哥的份上 此时我不追究 明日拿着银子 立刻离开将军府 谢将军 我只是 只是太爱慕将军了 求将军收留我 就算是让我为奴为婢 我也心甘情愿 只要能让我留在将军府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周嬷嬷 打她出去 将军不要啊 周嬷嬷 明日准备好 五百两银子给她 你亲自送她出府 韩王妃 皇上有请 还请尽快收拾一下 随咱家入宫一趟 刘公公请去前厅 稍等片刻 容我洗漱打扮一下 不必了 咱家就在这里等 韩王妃快些就好 韩王妃 我们又见面了 原来南宫公主也在这儿 韩王妃 既然你我在宫中巧遇 不如就此机会 等给依妃整治完毕之后 你我切磋一下 医术如何 我的医术 从来都是用来救人的 而不是用来笔试作秀的 韩王妃不必如此 既然是我要切磋 自然会考虑周全 韩王妃大可放心 在你给依妃诊治完毕之前 我不会打扰你的 我只需要你答应 跟我切磋即可 其他的事情一会儿再说 我要先给依母妃诊病 你会答应的 是吗 韩王妃请进来吧 是 见过父皇 免礼 父皇赵儿媳前来 是为了什么事 你 见过平熙王了 回父皇 是的 他情况如何 皇叔的身体尚渴 自从赵楚元年至今 朕已有十年没见过他了 平熙王是朕的御帝 如果可能 朕希望他可以健康地活着 你可有把握 治愈平熙王的病症 平熙王的顽疾 已经持续了太长的时间 盘根错节 儿媳没有治愈的把握 依妃这几日身子不适 也是最近几月才有 你去看看吧 依妃就在正殿 是 见过姨母妃 给姨母妃请安 不必多礼 坐吧 本宫实在是疼得厉害 你可有方法救治 姨母妃可否告知 您是什么地方疼 疼的感觉又是如何的 娘娘是腰部腹部疼痛 之前也疼过 但这几日 自疼得尤其剧烈 这样的情况 已经断断续续 持续好几个月了 姨母妃 还请将手伸出来 我先给您诊脉 不必了 一会儿叫御医过来 她自会跟你说的 姨母妃可是觉得腹部有脚痛感 是 这时 男公燕急匆匆地进来了 不过她没有说话 只是站在谢妖的侧后方 难得很安静地看着 可有恶心呕吐的感觉 本宫为何偶尔会有恶心之感 娘娘 您会不会是 闭嘴 姨母妃 您偶尔会恶心的感觉 的确是由腰腹部疼痛引起的 不过目前来看不算严重 至少要稍作调理即可 本宫的病症你能治 本宫究竟得的是什么病症 姨母妃并非得了重症 无需担心 只是肾里面长了几块小石头而已 肾结石只是普通的病症 并非疑难杂症 更不是重症 一派胡言 本宫的身体里怎么可能会有石头 你若再敢胡言乱语 本宫便命人将你住出宫去 南宫公主 还是你来给本宫看一看吧 她已经给本宫看过了 你也不算违抗皇命 那我就给您诊治一下 姨母妃 您近日小姐后可曾留意过 共同里可有什么异常 韩王妃 你此话是何意 罢了 本宫今日累了 不准卖了 来人送客 韩王妃 本宫的秘密 你究竟是从何处得知的 如果我将姨母妃的病症治好 这秘密就不会存在下去 真是你看出来的 那你便给本宫医治 若治不好 本宫一样能让皇上治你的罪 我刚刚只是心口胡言 并没有治病的本事 请姨母妃责罚 韩王妃 本宫刚刚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 并非是针对你 你既然看出了本宫的症状 也该知晓那是密室 不可被他人知晓 既然这里没有外人 我就不跟姨母妃距离了 您的肾结石治疗不难 难在这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短则三两月 多则三五年都有可能 多久能看见效果 大概半个月左右 脚痛感会有明显减弱 共同中会有几日的情况加剧 但过后就会恢复正常了 小痛感消失 本宫的病就痊愈了 见过万七国皇上 公主不必拘礼 求见证何事 依妃让所有人都退了出来 只留下韩王妃在里面 按照之前她和昭楚帝的约定 她是该对谢瑶寸步不离的 她跟依妃都说了什么 男公彦立刻将当时的情况 如实陈述一遍 不过刻意避开了共同的部分 肾结石 这是什么病症 闻所未闻 应该是韩王妃凭空杜撰的 那你打算如何做 还是按照之前所说 安排一场我跟她的医术切磋 只要她行医 我就一定能学到 去吧 谢瑶该出来了 韩王妃请留步 既然来了又何必急着走 切磋已经在准备当中 很快就好 韩王妃不必着急 关于切磋的事情 我并未答应过你 韩王妃自然没答应过我 但这次切磋 你无需答应 韩王妃切瑶 南宫公主南宫宴 接纸 招楚帝不光专门下纸 让她和南宫宴切磋一束 而且还让她代表万岐国